第二千五百七十一章一个打十个 蔡清清已经认定郑俊卿和汪清武是沙子挖坟的仇人 这就注定叶凡不会再让他活下来 满腔的仇恨只有给蔡清清机会 甚至只要天亮叫来其他援兵 他必会翻脸撕咬叶凡 所以尽管叶凡很可惜蔡清清的价值 但没时间弯弯绕绕的他不能亡火 出于对自己和汪清武他们的安全考虑 叶凡还是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杀掉蔡清清后 郑俊卿也毫不留情清除了蔡家子弟 双方都已经杀到这个地步了 只能赶尽杀绝免留后患了 灭掉蔡清清后 叶凡最快速度处理首尾 还全力封锁消息 天亮 整个蔡市府邸完全处于叶凡掌控之下 十六鼠暗卫也告知被打穿的五百五盟子弟 尽数遭诛杀 蔡清清的死中算是完全完蛋 叶凡要郑俊卿留下人手处理首尾后 又带着阿塔古静止去了五城五盟 当初神州建立五盟出现九千岁这样的妖孽之后 许多国家也都建立五盟收拢民间高手为己所用 下国的五盟更是夏昆仑当初 照着神州模式提议和创立的 夏昆仑算是创始人 不过夏昆仑并没有亲自介入夏国五盟运作 除了他实在忙不过来之外 还有就是他担心功高震主 所以他推荐一枚林素一去主持大局 可惜夏昆仑还没坠海失踪时 他就已经带着五盟站到铁木精阵营了 传闻袭击夏昆仑的几百名高手中 就有林素一安排的人手 而林素一执掌的夏国五盟中 除了都城五盟之外 就是五城五盟最强大 人多势众 兵源绵延不绝 更是五城五盟的特色 所以叶凡收拾了蔡清清之后 就趁热打铁直奔五城五盟 他要趁着对方群龙五手一举射服 前行途中 叶凡迅速熟悉五城五盟资料 获人手 呜 临近天亮 叶凡所在的白色汉马车 像是利剑一样冲向了五城五盟大门 几个正跺脚缓解寒冷等待换班的子弟 见状脸色一变 什么人 他们第一时间拔出了武器 只是没等他们发动攻击 独自一脚油门踩进 砰的一声 车子直接把四名五盟子弟撞飞出去 接着气势不简当的一声撞中大门 大门一声巨响向两侧跌飞 白色汉马长驱直入 嫡妻 嫡妻 听到动静冲出来的五盟子弟 见状吼叫不已 叶凡微微偏头 车子又静止冲了过去 把十几人全部扫翻在地 车子没有停滞 气势如虹向五盟中心驶过去 在来的路上 叶凡早已经查看了五盟的架构和地形 八扇大门 十六条大路 全部直通中间地带能够容纳三千人的练舞台 整个构造宛如一个八卦 五盟子弟几乎每天都会在练舞台上 跟住八大叫头习武 所以叶凡直接向练舞台冲过去 有人冲撞五盟 有人冲撞五盟 拦住他 拦住他 关闭八扇大门 关闭八扇大门 不准惊不许 一个个声音吼叫了起来 接着一批批人影像白色汉马车冲过来 独自一人根本没有在乎这些人 老司机的他展示过人技术 把阻挡对手全部扫飞 偶尔遇见铁链钉子等障碍物 他也是迂回或飞越过去 白色汉马像尼秋一样 让五盟子弟无法捕捉 叶凡始终坐在后座养精蓄锐 唯有遇见剑手和枪手 他才飞出迎针扼杀危险 三分钟后 白色汉马冲到了练舞台旁 在叶凡的手指一挥中 车子从阶梯上冲了上去 接着车尾雷霆一扫 把十几个提前赶服过来练舞的子弟 扫出了高台 混蛋 看到叶凡他们如此嚣张 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五盟子弟 勃然大怒 他们纷纷闪出手上的尖枪 对住车子狠狠抛制过去 几十只尖枪呼啸破空 带着一股杀气和灵力 眼看就要把车子定成刺猬 阿塔谷就踢开车门钻了出来 他不躲不闪甚至不出手 只是庞大身躯往前一挺 砰的一声 阿塔谷直接崩飞了几十只尖枪 让枪声呼啸着打入五盟子弟人群中 只听砰砰砰一阵巨响 十几名闪避不及的五盟子弟惨叫倒地 没死 但被打伤 痛苦不已倒地 混蛋 看到阿塔谷把尖枪反射回来 扫翻十几名同伴 其余五盟止不住又拿出斧头飞射了过去 斧头羞羞羞像叶凡笼罩过去 还有几个人蹲伏了下来 对住阿塔谷双脚飞射过去 同时 十几个五盟子弟拿着盾牌冲到前面 准备斧头重创阿塔谷后用盾牌夹住他 阿塔谷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左脚猛地一扫 又把飞射过来的斧头全部扫飞 斧头又是羞羞羞地反射出去 尽力打入五盟子弟的盾牌中 十几个举住盾牌横挡的五盟子弟人羊马翻 重重摔倒在地上闷哼不已 阿塔谷微微皱眉 一副很郁闷很不过瘾的样子 如不是叶凡只让他出两成力道 他刚才两次出手 至少能把一百人打断肋骨 不过叶凡现在是他主子 他只能无条件服从 连续两次吃亏 让五盟子弟动作微微一致 没想到大个子阿塔谷有这种战斗力 但也让他们更加暴怒 杀气腾腾 要扼杀这样的强力对手 在五盟子弟叙事待发的时候 叶凡也钻出了车门 长生而出 听闻五成五盟整个下国最强八大教头 六大天骄 四大护法 左右两室 无人争锋 今天我们特来请教 叶凡手指一点高台下面的众人喝道 我要一个打十个 轰 此话一出 高台下面已经聚集的几百多名五盟子弟 勃然大怒 一个个手指点住叶凡吼叫不已 混账东西 谁给你们胆子这样叫嚣的 还一个打十个 以为自己是奥特曼还是变形金刚啊 对付你们这样的疯狂家伙 根本不用八大叫头他们出手 我们三级子弟就能踩死你 弄他 弄他 上去乱滚把他弄死 五盟子弟全都气坏了 恨不得把叶凡千刀万挂 大清早 他们还没洗漱过来沉练 就被人撞破大门 吓得裤子都差点掉了 几百人急忙赶赴到练舞台 叶凡不但不害怕 反而喊着一个打十个 他们怎能不感觉到愤怒 叶凡没有在意众人的怒意 手指一点五盟子弟开口 别废话了 有种站上来打一场 他喝出一声 一个打十个不够的话 那就一个打一百个 数子 谁给胆子这样挑衅我们五盟的 这时候 一道魁梧的身影从不远处暴射过来 踏踏踏从五盟子弟踏过 接着他身子往前一冲 像是炮弹一样冲上高台 傲气冲天 我豹子头张冲来教训你们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 没等张冲把话说完 阿塔谷就一脚踹中他的腹部 砰的一声 豹子头张冲直挺挺跌飞出去 口鼻喷血 叶凡淡淡一笑 下一个 豹子头摔在地上 口鼻见血 满脸悲愤 想要挣扎起来 却已经受了重伤 这一幕也让杀气腾腾的五盟子弟 全安静了下来 杀意 愤怒 不屑 全都变成了震惊 大家都没有想到 八大教头之一的豹子头张冲 连阿塔谷一脚都扛不住 几个女弟子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野兽一样的阿塔谷 给他们太多冲击 这时 叶凡又踏前一步 一个两个就不要上来了 十个 一百个上来吧 树子 叶狼自大 山中无老虎 猴子也称王 就在这时 一声抱贺传了过来 接着羞羞又是七道身影飞越高台 七个恐无有力 全身肌肉的男子 直逼叶凡和阿塔谷 带头是一个长辫子的中年男子 今天就让你领教我们七大教头的厉害 叶凡淡淡一笑 霹雳手宋远江 第二千五百七十二张 跪吧 中年男子怒笑一声 知道本教头号想要求饶 迟了 一个打十个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一个人就收拾掉你们 说完之后 他就身影一闪 绕着阿塔谷 修修修转着圆圈 他速度极快 还跟风车一样转动 让人看住头晕目眩 几十圈之后 宋远江就趁着阿塔谷 漫步惊心 突袭他后背 他像利剑一样冲了过去 对住阿塔谷背部 就是一记赤红手掌 宋远江来到阿塔谷后背 霹雳 话没说完 阿塔谷就一把抓住他的手掌 接着猛的一甩 修的一声 宋远江连缓冲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甩入了 五盟子弟的人群中 砰 一声巨响 宋远江打穿几十名 五盟弟子的人墙 像大奔机一样倒在地上 口里冒血 全身散架一样 痛苦地无法挣扎 几十名五盟子弟也是受伤 一个个哀嚎不已 这再度让全场震惊的倒吸凉气 没想到教头之手 宋远江也被一招放倒 六大教头也神情凝重了起来 叶凡对住六大教头一挥手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动手 我赶着回去吃早餐呢 混账 七人太甚 六大教头怒不可斥 身子一纵 像是六只利剑射出 把心就是一脸兴奋的阿塔古 汉山拳 旋风腿 金刚指 铁头弓 辽鹰 九鹰爪 六大教头拿出了毕生绝学 对住阿塔古雷霆攻击 他们不仅攻击凶猛 还速度极快 根本不容阿塔古躲避 就尽数打在他身上 只是阿塔古也没有想着躲避 他任由六人对自己大打出手 在对方拳头腿脚 打在他身躯的时候 阿塔古狂笑一声 全身肌肉猛的一缩 这一缩 不仅五大教头的力量 全部石沉大海 而且手脚全部陷入肌肉中 被卡住了 接着阿塔古身子猛的一弹 五大教头顿感一股蛮力 反弹回来 他们不仅手臂和腿脚衣服 砰砰砰砰裂 肌肉和筋脉也前所未有的疼痛 五脏六腑随之冲到冲击 口鼻瞬间流淌出鲜血 下一秒 他们全部砰砰砰 向四处跌飞出去 铁头弓的教头大吃一惊 要撤离 结果被阿塔古脑袋一颗 也是见血跌出了练舞台 赶赴过来的一千多名五盟子弟 又是跌倒一大片 六大教头一招落败 这一次 不知五盟子弟震惊不已 宋远江和张冲他们 也是精神恍惚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在五成牛哄哄的他们 被阿塔古轻易打成死狗 八大教头不行 叶凡又站了出来喝道 六大添交 四大护法 给我滚出来 数子 欺人太甚 听到叶凡如此叫嚣 周围又是六名身穿红衣的女人现身 他们宛如仙女夏凡一样 扑向了阿塔古 他们不仅身体轻盈 身法极快 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锋利 六人扑向阿塔古的途中 右手一闪 六把削铁如泥的袖剑飞扑而下 只是 他们气势如虹地刺下去 却发现阿塔古身影一闪 不见了影子 下一秒 他们背后一通 一股蛮力把他们狠狠一掀 六人尖叫住往前扑飞了出去 混蛋 偷我后场 六位天骄愤怒不宜转身 握着袖剑想要再战 却见阿塔古已经闪到面前 一掌一个 一掌一个 把六大天骄全部拍飞出去 在六位天骄倒在五盟子弟中 羞愤不宜时 又是四个轻衣男子 跃上了练舞台 四大护法 只是没等对方开口说话 阿塔古又直接撞击了过去 四大护法怒吼一声 齐齐出手想要阻挡 结果不挡还好 一挡顿时脸色巨变 一股催枯拉朽的力量 让他们前所未有的绝望 下一秒 他们就如纸扎人一样倒飞出去 手腕折断 嘴里喷血 撞翻几十人后倒地 痛苦不已 叶凡扫过轻衣男子他们一眼 四大护法也不行 左右粮食滚出来 滚出来 叶凡来了一个回音 滚出来 再度惨败 这时全场五盟子弟已经不再愤怒 而是生出了忌惮和恐惧 这阿塔古太恐怖了 太变态了 一身横练无人敌啊 没有人在叫嚣 没有人在上台 全都咬着嘴唇死死盯着恐怖的阿塔古 接着他们又气愤地盯着叶凡 觉得这混蛋狐假虎威 就在这时 一个紫衣女人从人群中走了上来 穿着短衣短裙 还有一双短靴 说不出的英姿萨爽 小兄弟 五成五盟好像跟你没什么过节 你这样闯入境来撒野 还打伤这么多人 是不是太放肆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还是五成五盟得罪小兄弟了 让你今天带着人来这样大杀四方 他带着几个人上到练舞台开口 不知道小兄弟能不能给一个明示 叶凡饶有兴趣看住对方 你在武蒙什么身份 紫衣女子没有掩饰 幼使 卓依依 叶凡点点头问道 佐矢呢 佐矢昨晚带着五百子弟出去执行任务了 会长和夫人暂时还没有安排人选 紫衣女子望着叶凡开口 会长已经不再过问失误 夫人常住家中 这里现在我最大 小兄弟如果有什么要求或误会 可以跟我好好说一说 他补充一句 这要是我们的错 只要我能满足 五成五盟愿意满足小兄弟要求 明示 很简单 我看上你了 看上五成五盟了 叶凡上前一步 我要把你们全部收了 换句话说 我要做你们会长 五盟子弟闻言又生出怒意 觉得叶凡太嚣张了 做会长 这个满足不了你 五盟是夫人说了算 夫人不在了 佐矢说了算 紫衣女子不卑不亢 简单一点说 就是我想要让你做会长 我也没有足够的权限 叶凡语气淡漠 你们不用担心 蔡清清和什么佐矢一剑 蔡清清死了 佐矢也死了 还有什么霸腔也死了 五盟算是群龙无首 你们现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叶凡前翠利落 我就问你卓又使 你和五盟子弟愿不愿意臣服我 蔡清清死了 佐矢死死了 霸腔也死了 一个个消息震惊的卓依依和五盟子弟 他们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蔡福可是常年有五百子弟 还有九大供奉 受到攻击 佐矢也会率五百精锐之源 最重要的是 蔡清清背后可是天下商会 可是铁木精啊 谁敢轻易对蔡清清下手 他们想要质疑 想要觉得叶凡吹牛 但看叶凡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 而且阿塔谷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的确吓人 卓依依盯着叶凡出声 你们杀的夫人 叶凡上前一步 别废话 我就问你 贵还是不贵 卓依依呼出一口长气 红唇张起 道出了自己条件 虽然你们今天很是强横 把五盟打得落花流水 但如果你想要做会长 想要我卓依依卖命 那你就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来 而不是靠这个不正常的大个子 来给你撑腰 如果小兄弟你能击败我卓依依 让我心服口服 我卓依依这一支 愿意任你做会长 今天投降 万一蔡清清没死 自己怕要倒霉 但今天不投降 叶凡肯定让阿塔谷血吸五盟 卓依依只能出此下策 叶凡能打赢他 说明这个新主子 有机会对抗铁木精 他跟随叶凡也算是一种好的选择 就算将来被天下商会拿下 他也能辩驳自己努力 只是实在不是叶凡对手才妥协 而且叶凡不能打赢他 估计叶凡也不好意思再让他投降了 叶凡一笑 一言即出 卓依依接过话头 一马难追 秀 叶凡左手一抬 一刀飞射 光芒一闪而逝 卓依依脸色聚变向后暴退 只是退到一半 他就闷哼一声 接着他重重地摔出了练舞台 肩甲受伤 叶凡居高临下看住满脸震惊的他 跪吧 第2573张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整个高台鸦雀无声 没有人惊呼 也没有人动作 全都像是按下了定格键 一动也不动 无论是一千多名五盟子弟 还是八大教头四大护法他们 全都僵止了身体 他们难于置信地看住这一幕 别看卓依依如水温柔 还非常好说话 其实心智和身手都一流 他的幻影千万步伐和流云飞秀绝招 放眼整个五成都没几个敌手 如非蔡轻轻身份和地位压制 以卓依依的舞蹈绝对能做五成会长 可就是这样一个能耐过人的卓侑士 却连叶凡一招都扛不住 他们怎能不感到震惊 最冲击他们的是 他们原本以为阿塔古是叶凡最大的一仗 结果现在发现叶凡远比阿塔古还要可怕 卓依依也是捂住伤口 更是脑袋空白 神情惊骇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而且他还连叶凡的刀影都没看清 就被一刀打穿了肩胛 这实在是不科学 也让卓依依难于接受 卓依依跟众人一样 也是把傻乎乎的阿塔古 当成叶凡最大杀手锏 但现在 叶凡却告诉他 他自己才是最大的一仗 他不断喊叫这是错觉 这是错觉 但伤口不断传来的剧痛 却昭示这是血淋淋的事实 叶凡看出卓依依的憋屈 上前一步淡淡开口 如果不服 或觉得我偷袭 你可以上来再战 我这个人一向人厚 下期面对奇异不如我的对手 我都会让他一只手 所以卓又是不服的话 我也可以再让你打一局 叶凡不仅要驾驭五成五盟 还要控制人心 他重新捏起了一把刀 望向了卓依依 八大教头和六大天骄 他们下意识望向了卓依依 众人都想看看 他是就此认输 还是再打一场 至于他们自己 是不想再争斗了 阿塔古的出手 伤了他们五脏六腑 冲上去再大打出手 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那我就谢谢小兄弟 给予的机会了 卓依依依娇一声 一拍地面 像是流星 飞射到高台 他宫顷就到了叶凡面前 他身体一扭 练舞台宫顷 多出三十六个幻影 修修修 向叶凡冲了过去 贴近叶凡三公尺距离时 他双手一挥 衣袖也修修修飞射 瞬间幻化成三十六道 迷惑众人的眼睛 一千多名五盟子弟 也都兴奋喊叫起来 卓又是好厉害啊 整个高台全是他的幻影 是啊 我现在都分不出 哪个是他真身 哪个是他影子 没错 在配合着钢丝铸造的 流云飞秀 不仅隐藏了卓又时的气息 还让对手危机四伏 传闻卓又时当初一招 流云飞秀 射穿十二名强敌 看来没有水分啊 这捣乱的小子 这次怕是要完蛋了 他们原本失去信心的脸色 重新变得红润了起来 替卓依依喊住加油 兽 旋转十八圈 让整个高台都是秀影后 卓依依突然从叶凡上空落下 三十六道长袖影子猛的一收 全部缠向了叶凡身子 要把他跟蚕蛹一样收起来 同时 排山倒海的沙翼 向叶凡倾泻了过去 秀 就在这时 光芒又是一闪 刺入了呼啸长袖中 轰的一声 秀影全部消散 杀意也全部崩掉 卓依依再度闷哼一声 整个人又向后摔了出去 另一只肩甲也多了一把刀 鲜血哗啦啦直流 让卓依依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疼痛 叶凡背负双手 看住倒地的卓依依 你又输了 冷漠 却带着无可抵挡的强大 又输了 简单三个字 却让八大教头和四大护法他们精神恍惚 只是不管他们不可思议 多么震惊 卓依依又输了 又是一招落败 给卓依依加油的五盟子弟 更是脸额火辣辣的 卓依依依俏脸也前所未有的难看 眼里有着说不出的耻辱 他盯着叶凡几处一句 想不到 你飞刀这么厉害 叶凡看住女人不知可否一笑 你这是还不服 起来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次我不用飞刀 他找阿塔古要了一只手套戴上 一手打败你 欺人太甚 看到叶凡给自己第三次机会 卓依依俏脸说不出的复杂 他既高兴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 也愤怒叶凡这样蔑视他这个幼时 不过他还是再度忍住疼痛翻身而起 他的手里也拔出了一把长剑 一剑东来 下一秒卓依依抱起 他左脚一踩 地面碎裂 无数碎石射向了叶凡 同时 他身子一纵 宛如一束阳光 素极照向了叶凡 一剑东来 快又狠 宛如毒蛇土性 让人无法防范 这是他隐藏多年的绝招 为的就是关键时刻自保 秀 人与剑四已化为一体 剑光如猎羊 在碎石中飞出 比碎石更激 碎石与剑光已将叶凡完全笼罩 剑尖更是直抵叶凡的咽喉 这一击之威 简直没有人能够抵抗 没有人能够闪避 狠毒 准确 刁钻 卓依依的恐怖实力 在此刻展现得一览无遗 秀 就在这时 被剑光罩住的叶凡 身子一晃 他看起来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随时都可能被卓依依的剑光覆灭 可是他一抬手 卓依依瞬间感觉到巨大压力 叶凡第一爪抓出 当当一连串的清脆声响中 卓依依倾的碎片和剑光纷纷崩散 好像力气戳穿冰渣一样 让他雷霆攻击全部覆灭 叶凡往前顺势再度一抓 卓依依的攻势瞬间停止 叶凡手指再次得寸进尺 握着短剑的卓依依还然后退 直觉告诉他自己再不退 胸口就会被叶凡抓破 叶凡温润儒雅 毫无杀气 但出手却诡异轻飘 招式更是极快 他只是抓了一次 变化了三次 就把凶险镜的扭转了过来 随后叶凡踏前了三米 把一爪抓出的鱼势继续逼向卓依依 卓依依挥短剑 他一口气使出了三剑 但每次还没绽放剑芒 就被叶凡熄灭 他还向后连退了八步 始终甩不掉叶凡一只手 卓依依无奈之余 只能断剑一横 削向叶凡的手腕 笑 只是他剑光再起的时候 叶凡速度也暴涨了一大减 叶凡手臂一探 一掌绕过断剑 已经拍到卓依依的胸前 猛的一抓 扑的一声 没有刺眼伤口 也没有鲜血剑射 卓依依也停在了原处 没有呼喊 也没有挣扎 只是突然间 就像是倒空的蛇皮带 失去了惊气神 他的心脏被叶凡捏住了 卓依依的眼里满是憋屈 还有愤怒 但更多是绝望 叶凡大漠开口 你又输了 又输了 又输了 这小子究竟有多强 四大护法 六大天骄 八大教头他们再度死寂一片 飞刀躲不过 一只手也躲不过 太变态了 每一个人对叶凡 已经没有不屑 没有愤怒 只有敬畏 只有对强者的绝对臣服 他们知道 五成五盟今天开始 怕是要换人了 服 还是不服 叶凡盯着卓依依淡淡开口 不服 我可以再给你机会 对叶凡来说 卓依依的身手 原本就跟不使用屠龙之术的他 相差无几 所以被他提前洞穿 两个肩甲的卓依依 再来一百次对战也是必输无疑 面对叶凡的威压 还有风轻云淡的样子 以及心脏出的手 卓依依嘴角牵动了几下 随后 他悠悠一叹 扑通一声跪下 卓依依对住叶凡开口 卓依依认输 从今之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认输了就好 叶凡把卓依依搀扶了起来 随后扫拭四大护法他们 你们 服不服 四大护法和八大教头他们 齐齐低头 服 第二千五百七十四张 逼宫了 服了就好 叶凡转身面对着 一千多名武盟子 接着声音响彻着整个练舞台 我今天来武城武盟 一共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你们 蔡清清死了 蔡是府邸被我灭了 蔡是子弟一个不留 包括昨晚出去援助的 五百五盟子弟 第二件事 那就是我是屠龙殿的人 屠龙殿的使者 见我就如见下殿主 下殿主英明神武 帅气逼人 还算无一策 王者归来不过两个月 就杀掉战金风 重新执掌屠龙殿 屠龙殿还击溃战士家族 活捉铁木青 打穿山海会 血洗菜式家族 战绩彪悍 所向无敌 所以 五城武盟归顺我 不需要担心天下商会 和铁木精的报复 我和屠龙殿 能够照住你们 你们要做的就是 服从 服从 再服从 第三件事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要换会长 蔡清清已死 我就是你们的会长 叶凡手指一点四大护法 等一千多名武盟子弟 可有异议 扑通 卓依依单膝下跪 四大护法和六大天骄 跟住一跪 八大教头等武盟子弟 跟住下跪 武盟又使卓依依 四大护法赵清云 六大天骄惊喜人 八大教头宋远江 张冲 武成子弟张虎 赵龙 王翰 马朝 见过会长 声音响彻了全场 练舞台附近树木 鸟四处飞散 一个小时后 在武盟会长的专属院子 泡了一个走 换了一身衣服的叶凡 走了出来 他来到院子 发现卓依依和四大护法 他们正目瞪口呆 在院子中间 阿塔谷正扛着一个 三公升的牛奶桶 咕噜噜喝住 桌上几十款点信 几乎被一扫而空 什么包子 什么黄金糕 什么粉蒸骨 全部都被一扫而光 十个人的分量 几乎被吃了一个前进 独孤商没有跟阿塔谷 同一张桌子 只是拿着一个豆沙饼 在角落啃食 一副很不想认识 阿塔谷的样子 叶凡咳嗽一声 走上前 对阿塔谷问道 吃饱没有 阿塔谷嗡声嗡气 只饱了一半 叶凡对卓依依吩咐了一声 再给他二十个馒头 卓依依忙让手下人 去拿馒头 同时再安排一桌早餐 接着 他跟住叶凡 走进了院子 另一个狭小 却隔音的会客室 卓依依忍住疼痛 从怀中掏出一个 平板电脑 递给叶凡 叶少 这是武蒙的资产账本 和子弟名册 正如你所料 你宣告蔡清清 横死和接管武蒙 马上有卧底 去会长书房 搜寻东西 卧底想要拿走 蔡清清 放在保险柜的机密文件 还想要放火 烧了书房 来掩饰行径 索性被我及时赶赴 把他们全部拿下 还把刚刚燃起的火焰扑灭 我也派了可靠的人 恶守书房等药地 不给天下商会的棋子 浑水摸鱼的捣乱机会 卓依依气很是恭敬 这些东西请会长过目 叶凡拿着平板电脑 没有多少波澜 只是饶有兴趣 看住卓依依 卓小姐怎么说 也是卓幼时 算得上五门位高权重的人 也说明 你跟蔡清清 关系不错 不然你怎么可能 受蔡清清器重 成为三把手 你就对蔡清清 他们横死 没一点悲愤 你就不想替蔡清清 他们做点什么 哪怕无法复仇 你也可以趁住我接管前的混乱 删掉一些天下商会机密的东西 哪怕无法复仇 你也可以趁住我接管前的混乱 删掉一些天下商会机密的东西 这能让你跟铁木精结一点善缘 也算是留一点后路 如此一来 我将来扛不住铁木精跑了 你也能平级包庇天下商会的棋子 换取铁木精一点好感 叶凡等待着卓依依的回答 过去一小时的行动 控制书房 宝库 藏金阁 抓拿破坏的蔡清清余孽 卓依依都表现非常出色 暗中一直盯着卓依依和四大护法的金书木书他们 确认卓依依的一切行动都经受得诸考验 朱杀的蔡清死忠和天下商会棋子 经手的武蒙和蔡氏机密都没有小动作 也就是说 他对叶凡是忠心的 没有耍花样 这让叶凡多少有些好奇 最容易耍花样的卓依依却没有耍花样 这是要跟自己一条道走到底 我对蔡清清他们确实有不小情谊 某种程度来说甚至可以说好姐妹 再精确一点 我身上也瓢染了七八成天下商会的痕迹 我距离成为天下商会议员就只差一个投名状了 我也确实动过拿你们人头给铁木精做投名状的念头 那不仅可以让我成为五成五门会长 还能让我取代蔡清清成为天下商会骨干 卓依依目光坦诚看住叶凡 没有掩饰自己曾经有过的心机 叶凡淡淡一笑 那怎么不把握这个机会 我想把握 可你们实在太强了 强大到我无法反抗 卓依依苦笑一声 连输三次 输的不仅是我精气神 还有我拿你们邀功的念头 我无法拿你们邀功 也就无法获取铁木精和天下商会的青睐 我 剩下的选择 要么跟你们鱼死网破 要么归顺你们博取另一场富贵 你们一个能打一百个 整个五门放手一战 结果也是我必死无疑 我还年轻 还没享受男人 还没享受花花世界 我不想死 所以我只好选择归顺于你 至于我对蔡清清的感情 我那三场对战 以及肩胛两处重伤 也足够告为他了 卓依依目光平和 他拼了三场 对自己 对蔡清清 对五门都够交代了 这么一说也对 叶凡笑了笑 但为什么抓拿蔡清余孽时 不把枪口抬高一寸呢 我这个人 有一个特点 卓依依毫不在意叶凡的锐利目光 挺直胸膛 很是刚强地回应住叶凡 那就是做出了选择 那不管是对是错 都会义无反顾走到底 我选择了叶绍 选择从你这边 获取另一场富贵 我会毫不犹豫替你干事 任何对你不利的 也就是影响到我未来富贵的 我力所能及的 我都会毫不留情铲除 打小我母亲就告诉我 犹犹豫豫 左右摇摆的墙头草 结果只会两边不讨好 我把未来这一把重株 压在你身上了 又怎么可能脑子进水 希望对手赢了我们 卓依依红唇张起 叶绍随时可以检测 我对你忠诚的 好 叶绍看住女人一笑 把衣服脱了 卓依依俏翘脸一红 随即很是坚决扯掉了衣服 十分钟后 卓依依穿好衣服 匆匆走出了会客室 她脸上的痛苦已经完全消失 更多是红润和畅快淋漓 她的眼眸有着震惊之余 也对叶绍更加叹服 十几针下去 不但恭请缓解了她肩胛的疼痛 还让她一个难言的暗急得到救治 那是个练武留下的暗伤 不但时不时给她折磨 还严重束缚了她五道精进 如今被叶绊治好 卓依依彻底臣服 在卓依依离开之后 叶绊打出一个手势 很快 金书出现在叶绊面前 叶绍请吩咐 叶绊声音一沉 去郑郡清那里 把蔡氏府邸搜出来的名册拿过来 那里有蔡氏和天下商会 安插在武盟的棋子名单 然后把他们交给卓依依 让四大护法 六大天交和八大教头 都渐渐写 单单下跪臣服是不够的 还需要一份投名状 叶绊给金书一个指令 谁不动手 你就让他们悄无声息消失 金书点点头 明白 定 就在叶绊要转身去院子吃早餐时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叶绊戴上蓝牙耳机接听 很快传来郑郡清凝众的声音 叶绍 不好了 汪清武被逼宫了 第2575章重男轻女 上午十点 叶绊留下独孤伤坐镇五成五盟 同时等待即将会合的苗风狼 而他坐上郑郡清的车子 带着阿塔古几个人 静止向汪氏大本营开了过去 车子上 郑郡清把搜集过来的情报 毫无保留告诉叶返 昨天郑郡清被黑支柱 他们攻击的时候 汪氏成员也受到了 蔡清清的残酷攻击 汪氏集团被冲进去丢了瓦斯瓶 炸伤几十人 还烧了一层办公大楼 汪氏生产竹叶青的厂子 也遭受到重击 倾泄了许多毒素 污染了水源和原料 十几个汪氏子质和高层 也被袭击 造成六死十二伤的惨重伤 就连汪清武 也被十八名狙击手联手攻击 当场被打爆了三辆车子 索性汪氏高手拼死保护 才让汪清武平安无事 只是三十多名汪氏保镖 搭上了性命 当然 十八名狙击手 最后也被汪清武载了 昨天一战 汪氏算是损失惨重 对蔡清清来说 我郑俊清虽然可恨 但我就是一个家族弃子 一个捣乱者 而汪清武是汪氏继承人 重要性远远胜于我 身边精兵强将也比我多好几倍 所以蔡清清派去对付汪清武的敌人 是我四五倍 而且还都是十八名枪客这种班底 郑俊清呼出一口长气 这也是咱们血洗蔡氏府邸 视如破竹的要因之一 叶凡淡淡开口 汪氏损失也是你四五倍 郑俊清微微坐直身子 掐算一番苦笑回应 汪清武损失怕是我十倍二十倍 因为我有叶少你出手 损失并不大 叶凡迅速拿下了黑蜘蛛 瓦解了他们对郑氏的其余人员和物业攻击 郑俊清损失就是几辆车被打成筛子 十几个保镖横死 以及未婚妻受到惊吓 叶凡又追问一声 汪清武损失这么大 汪氏家族就过来兴师问罪了 没错 郑俊清靠近叶凡一点 压低声音开口 怎么说呢 汪清武虽然得到汪豹国权力支持 被汪氏家族当作继承人来培养 但汪家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对的声音存在 就是曾经支持汪侨楚上位的那批汪氏元王 他们的代表汪三丰死了 但骨子里的重男轻女思想却一直没死 他们始终觉得 汪氏这么大的家族让一个女人来掌舵太荒谬 除了他们认为女人能力有限之外 还有就是觉得女人迟早要外嫁 如果汪清武来做继承人掌舵汪家 将来他嫁给别的男人 岂不等于把汪氏江山送给外人 他们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 一不小心就会被汪清武附加窃取 所以他们非常反对汪清武上位 哪怕有汪豹国的权力支持 他们不敢站出来叫板 但执行做事的时候都是消极应付 那些老古董权势人精 不跟你硬刚 而是利用规则来打太极拳 一条改革措施下去 要很久才能得到贯彻实施 一个超出权限的资源调动 也是需要层层审核把关 一间任务或流程 需要三到十个工作日 他们全都拖到第十个工作日完成 这让汪清武很多时候带不动汪家 汪豹国虽然会训斥他们 但也不敢撕破脸皮 毕竟汪家不能分裂 郑俊卿苦笑 而且抵制汪清武上位的主力之一 还是汪清武的母亲 汪清武的母亲 叶凡微微眯起了眼睛 他反对自家女儿上位干什么 郑俊卿可以生 因为他想要自己儿子上位 叶凡皱起眉头 汪乔楚不是死了吗 汪清武还有哥哥或弟弟 汪武这个儿子 其实不是亲生儿子 而是过继过来的侄子 郑俊卿也没有对叶凡隐瞒 汪家很多人包括女眷 思想都是非常牢古董的 他们觉得没有男丁就等于无后 所以汪乔楚死后 汪父就找庞系过继了一个侄子 过来做儿子 没这个儿子 汪武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个侄子叫汪宏图 比汪清武小三岁 麻省毕业 还在泛国神学院进修过 人长得很清秀 还玩得一手好剑术 算得上文武双全 汪武对这个过继的儿子 很是喜欢 还说能看到汪乔楚的影子 汪宏图身上有汪式血脉 加上为人处事不错 老古董他们对他也就不排斥 在他们看来汪宏图至少比汪清武这个要价的人靠谱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虽然汪乔楚最有应得 但汪式不少人还是怪责叶夫人 而汪清武不仅跟你走得近 还一直认定汪乔楚有错 郑俊卿把汪式内部恩怨全部告诉叶凡 这在汪家人看来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叶凡微微点头 看来汪清武彻底掌控汪家 还有不少侃啊 重男轻女 跟自己走得近 这两大侃 让汪清武局面变得很不容易 是啊 汪清武也头痛 郑俊卿跟叶凡说开了 也就来了兴致 他不仅带不动汪式老臣做事 还非常束手束脚 在神州基本每天急地跳脚 不过那个丫头比我强 心思活 他看到宝皇派抵制自己 钱粹打着来下国开拓市场的旗号 把年轻一代拉了出来 汪清武想要挤住下国这个平台 不仅把汪式酒业销售量推高一个层次 还想要积极笼络年轻一代 他跟我说过 他要把年轻人变成自己的拥顿 用利益 用理想 有理念 把他们绑在自己船上 他要把年轻一代变成改革派 等他把汪式家族的年轻一代凝聚起来了 再加上下国 这个站稳脚跟的平台 郑俊清语气流露出赞许 他就具有真正的话语权 叶凡也微微点头 汪清武这想法不错 利用下国的凶险环境 让年轻一代移至对外 建立并肩作战的血火感情 汪清武也就有实权了 郑俊清坐直了身子 望向不远处地移动白色大厦 是啊 我也觉得他想法很好 可是汪母他们也窥探出汪清武想法 于是他们不仅努力干涉下国的事物 抓住任何困境发难 还不断给汪清武介绍婆家 要把他嫁出去了 在他们看来 让汪清武早早 嫁人变成外人 汪豹国肯定没有理由再支持他 他补充一句 汪豹国硬住头皮庇护的话 他们也有足够理由造反了 叶凡戏谑一声 这些老顽固的思想还真是迂腐啊 没法子 大家族的通病 郑俊清苦笑一声 我如不是男的 估计来这收拾烂摊子的资格都没有 很大概率嫁人联姻了 对了 忘记说正题了 汪清武损失惨重 还死了好几个子之骨干 汪母带着人直接飞过来了 他们不只要汪清武 交出下国负责人位置 还要他嫁给天北行省战帅之子 来平息冲突 郑俊清看住叶凡解释一句 我担心汪清武因损失太多扛不住 所以就叫你过来帮忙 叶凡微微皱眉 天北行省战帅之子 没等叶凡追问对方底细 车子就停了下来 郑俊清低声一句 到了 第2576章不见外客 车子在门口被拦截了下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壮男 带着几个护卫出现 郑俊清踢开车门钻了出来 我是郑俊清 我来见汪小姐 魁梧猛男很直接地告诉叶凡 今天汪氏有重要会议 夫人有令 不见一切外客 郑俊清怒道 我是郑俊清 我找汪清武 魁梧猛男不以为然打断郑俊清 我知道你是郑家郑大少 但今天是汪氏要事 这里也是汪氏地盘 谁都不得乱闯 他很强势 郑少非要撒眼 就不要怪我们做小的无理了 你没听清楚吗 叶凡也推开车门下来 盯着魁梧猛男淡淡出声 我们来这里不是找什么夫人 我们是来找汪清武 还有 这是一线千的竹叶清集团 不是什么汪氏地盘 本少是一线千大股东 我要进出这里 没有人能阻挡我 他挥手让对方滚蛋 让路 魁梧猛男微微语色 随后恼怒无比 不管你什么人今天没夫人命令 谁都不能进去 你们非要闯入进去的话 那只能让你们看看我们拳头有多影 他还砰的一声 一拳打在车身上面 车身瞬间凹陷到一个拳头痕迹 同时 十几个汪氏护卫靠了过来 手腕腰杀气腾腾 你们的拳头 不够硬 叶凡没有废话 阿塔古 动手 阿塔古爆射出来 一拳打中魁梧猛男腹部 一声巨响 魁梧猛男被打飞出十几米 撞在一墙上狂喷鲜血 魁梧猛男俱要的脸 也瞬间变成苦瓜脸 接着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就滑落昏迷 太猛了 阿塔古没有停滞 接着又对其余护卫砸去拳头 他不但拳头凶猛 速度极快 十几人还没做出反应 就被他捶得的口壁喷血 一对汪式寻味听到动静 打开缸门冲出来 阿塔古二话不说 直接掀翻车子砸了过去 十几人惨叫倒地 则 这是我们的车子 叶凡没好气拍了阿塔古一下 随后挥挥手 打进去 直接打进去 阿塔古没有废话 反手折断一根路灯柱子 接着就向里面冲了过去 叶凡和郑俊紧紧跟在后 郑俊紧还打出手势 让一众手下控制现场 前行途中 阿塔古扛着六公尺长的灯柱 像是傻大的紫禁城 他一边打抱各种摄像头 一边对住阻挡汪式精锐强推 路上巡逻的汪式护卫 扫开 拔刀冲过来的汪式护卫 扫开 暗中释放冷剑的汪式护卫 扫开 神情犹豫要不要对郑俊清 开枪的枪手 扫开 不管遭受多少汪式精锐 阿塔古都是一路横推 叶凡也始终没有停止脚步 气势如虹地推进 他需要这种势如破竹 需要这种突击力杀 需要直抵敌人中攻 威慑所有人的感觉 因此一路前行 一路横扫 摧枯拉小 郑俊清完全看傻眼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天底下有这种打法 也明白什么叫一力破千桥 接着他打了一个机灵 汪夫人这次前来 好像带了汪家的老狼 这人非常厉害 轰 在郑俊清的提醒时 阿塔古已经丢掉灯柱 踏在了通往大厅的阶梯 几乎是脚步刚刚触碰台阶 一个穿着狼皮大衣的老者闪出 挡住叶凡他们的去路 阿塔古脚步没停下来 往前抬步 砰 两人几乎同时冲前 身体剧烈相碰 声音沉闷 所震荡出来的气浪 让人心颤 扑 狼皮男子一声闷哼 重重跌飞出去 他的脸色瞬间腿泥下去 失去战斗力 阿塔古一脚把他踹在旁边 接着看都不看他一眼 从他身边从龙走过 随后他又把十几个宝拳都打倒了 还把几个小女孩吓得晕倒过去 狼 狼 老狼 看住喷血的狼皮男子 郑俊卿微微张大嘴巴 他认识汪家这个老臣 就是他刚才说的狼叔 他要提醒叶凡小心这个人的 没想到被阿塔古撞成这样 虽然不死 但已经重伤 肋骨都断了好几根 狼叔 不好意思 我们是没有恶意的 郑俊卿对狼叔挥挥手 再见 再见 他迅速离开狼皮老者 钻入叶凡他们所在的电梯 狼皮老者悲愤不已 想要挣扎住 只是正要关闭电梯门的阿塔古 见状瞪了他一眼 狼皮老者马上躺了回去 还闭上了眼睛 此刻 汪氏顶楼多功能会议室 正聚集了几十号汪氏族人和子侄 左边 是个雍容华贵 看起来像是四十岁的风韵妇人 戴着白花 眼神犀利 一脸写满了强势又精明 他的身边站住坐着三十多名汪氏族人 而他对面是身穿黑色衣服的汪氢武 他的背后 是五 六个年轻子侄 银牌级别的子侄或高管 才能参与今天会议 这注定要汪氢武阵营没几个人 这给人感觉 好像风韵妇人他们在审问犯人 此刻 风韵妇人正板住脸对汪氢武训斥 汪氢武 你虽然是汪氏未来继承人 但一日没有成为家主 你就始终备份矮一姐 而我今天是代表汪氏元老会过来的 加上我还是你的母亲 所以你资格跟我谈条件 这汪氏董事长的位置 你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损失几十亿 还受伤不少子侄 你沈圣和新叔他们知道儿子出事后 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 还说是你害死了他们儿子 你让 汪家损失这么大 死这么多人 我们觉得你不适合执掌武城汪氏集团了 不然你迟早会把汪家突入万丈深渊 还有 汪氏跟蔡清清的恩怨也必须做一个了结 这里是蔡清清地盘 她不仅是蔡氏家主 还执掌武蒙 十打十地头蛇 她 的背后更有天下商会 你扛不住的 汪氏也扛不住的 所以你不仅要交出董事长职位 还必须跟蔡清清进行和谈 不管是你拿私房钱赔偿对方也好 还是磕头道歉 交出秘方也罢 必须取得蔡清清原谅 你闯出来的祸事 你必须站出来解决 昨天这种与死网破的袭击 已经说明蔡清清对你没耐心了 你再不认输赔偿 不仅你要死了 汪氏五成分部也会全军覆没 而且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因为你的强势 你的叫板 蔡清清把汪氏家族也都迁怒了 汪氏家族在这里其他地方的投资 都受到了打压和袭击 我们汪氏家族虽然不怕蔡清清 也有足够资本刚一刚 但没必要为你争一口气死磕 风韵夫人盯着汪氢武呵斥 你不能不懂事 听到没有 没等汪氢武出声回应 又有几个汪氏族人附和住风韵夫人 夫人说得对 清武 你长这么大 有今天这成就 消耗汪家无数资源 是时候报答一下了 你这么任性 不在乎蔡清清打压报复 但你考虑到汪氏家族利益没有 你 不能这样自私 自己痛快了 却不顾其余子之死活啊 你也不要想着搬出老爷子庇护你 老爷子本就身体不好 听到汪氏昨天损失 气得更是吐血住院 是啊 你 也是成年人了 不能动不动就叫爷爷 再说了 富人也是得到元老会授权 有足够权限对你纠错 众人七嘴八舌劝告住汪氢武 接受风韵夫人提出的要求 还有点担心汪氢武又把汪豹国搬出来平视 汪氢武脸色不变 似乎早预料到这些人嘴脸 随后他盯着对方淡淡出声 你们这么多人 连夜赶来 就是要我让出职位 平息菜轻轻怒火 还有一件事 风韵夫人看住汪氢武 一字一句开口 那就是希望你接受 天北行省战帅之子 沈长风的求爱 第2577章 有没有问过我 听到风韵夫人的话 一直淡漠从容的汪氢武 眸子闪烁光芒 你就这么想要我嫁出去 他问出一声 你眼里就这么容不得 我在汪家存在 风韵女人脸上没有波澜 依然对汪氢武保持着强势 不是我对你恨嫁 也不是我容不得你存在 而是你年纪已经大了 你都26岁了 再不嫁要等到什么时候嫁 我18岁的时候就生下了你哥哥 我20岁出头生下你 你应该清楚 越是大家族的女人 越要早点开枝散叶 唯有这样才能人丁兴旺 一家一百年只有三代人 一家一百年有五代人 你觉得哪一家更能长远呢 人多不代表家族必定昌盛 但人多会让家族 多几分昌盛的几率 他勉力藏针 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未来的家族 你都该早点嫁人生子 谢谢 母亲大人提醒 汪氢武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 还带着一股子天生的倔强 只是汪氢武没有别的家族 我的未来家族只有汪家我 这辈子都不会外嫁出去 我只会一直留在汪家 或者孤独忠老或昭位如汪 至于我要不要替汪家开枝散叶 什么时候开枝散叶 汪氢武自有安排 我不需要母亲大人操心 所以你说的这什么沈长风 我没有兴趣 就算我有兴趣 也不是我嫁给他 汪氢武落地有生 而是他入赘汪家族 混账东西 一辈子留在汪家 你这是要做老姑娘 这是要给汪家闹笑话 而且现在也容不得你推三阻四 你得罪了蔡清清和天下商会 横死了无数子弟 损失无数钱财 还让汪氏寸步难行 这严重影响了汪氏家族 在下国变革中的布局 就如我刚才说的 你必须熄灭蔡清清他们怒火 而你跟蔡清清厮杀到现在这个地步 靠你汪氢武基本没有周旋的可能 你认输也好 给钱也好 交出秘方也好 蔡清清都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他认定你和郑俊清杀了他的儿子和秦王 你是无法取得他原谅的 要想压制蔡清清怒意以及缓和局势 让汪氏家族能够继续在下国布局 必须找一个强大势力庇护 天南行沈氏家族就是汪氏最好的 人选 沈七叶不仅是沈氏家族的家主 还是统帅十二万南荒战兵的七星战帅 他 一手霸王枪横扫天北行省无敌手 挥下八千鬼面战旗更是下国无敌 不止蔡清清和五成五盟忌惮他 就连铁木精也想方设法巴结他 传闻铁木精给沈七叶开出天价条件 还愿意把一个堂妹给沈七叶作妾 可沈七叶毫不犹豫拒绝了 他不但没有加入铁木精阵营 还警告铁木精不要对天南行北战区搞事 不然他率兵北上秦王 铁木精颜面落尽 却依然客客气气 不敢对沈七叶有半点小动作 十大战区 五个站在天下商会阵营 十大门阀 六大跟天下商会有联姻 十三个总督 七个是天下商会的人 不 现在是六个了 铁木清挂了 你看看 如此恶劣的环境 沈七叶不仅感应钢铁木精 还能钢完之后活得好好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沈七叶是个不亚于夏昆仑 强大的绝世强者 如果汪氏得到他的庇护或把他收拢过来 夏国不敢说天北行省可以让汪氏横柱走 而要把沈七叶绑到汪家的战船上 只需要你跟沈七叶的小儿子沈长风结婚就行 我也不瞒你 早些日子我就把你的资料 透过中间人送到沈长风手里 他对你感到惊讶为天人 愿意给你一个嫁过去的机会 汪氢武 你口口声声要壮大汪氏家族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不珍惜 再说了 沈长风这个人 我们都看过资料和照片 白白净净的 非常好 我觉得你这两天还是好好打败一下 然后跟我去见沈长风吧 现在局势混乱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蔡清清随时会再度报复 风韵夫人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还把沈长风的资料丢在汪氢武的面前 你给的这些资料不用看 汪氢武一扬手机 我刚才已经搜集到他的资料了 沈七叶确实是一个人物 但沈长风算什么东西 一个好吃懒做贪财好色欺男霸女 还拿死球做猎物的人渣 也配我嫁给他 母亲大人这是为我好 还是想要害我 他潜脆利落地回应 这件事以后都不要再提 不然你我母女彻底翻脸 如不是汪氢武想要当众堵住风韵夫人的嘴 他连搜集沈长风资料的兴趣都没有 在汪氢武的心里 早已经住着一个人 而且是住满 没有一丝缝隙 死丫头 沈长风是沈长风 是沈家宝贝儿子 风流贪财 干点出格的事情 不是很正常吗 风韵夫人一派桌子喝道 而且为了大局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话音落下 风韵夫人身边的一堆老古董又纷纷附和 是啊 沈家可是天北行省第一家豪族 你嫁给沈家不仅自己锦衣玉石 还给汪氏找了一个大靠山 成了沈长风的女人 不止蔡清清不敢欺负你 天下商会也让尽让你三分叫你一声沈夫人 沈长风贪玩一点好了 这说明人家懂得情趣 懂得讨人喜欢欢欣 而且容易被你掌控 你一天天说要带着汪氏腾飞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清武 快答应你妈吧 你已经让汪家损失惨重了 还要气坏你妈妈 你怎么做人女儿的 你就没有一点孝心吗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吗 汪氏族人七嘴八舌劝告住汪清武 尽快嫁给沈长风 神情冷冽的汪清武没有出声回应 他一脸淡漠地面对训斥和劝告 不辩驳 却也不妥协 他已经做出决定 也就把这些人言语当成耳边风 只是几个心腹 却能从他苍白的脸色判断 汪清武心里一定非常痛苦和挣扎 在场几十号人 都算是汪家人 风韵妇人更是亲生母亲 汪氏族人这一年来 靠他和竹叶青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因为汪氏家族利益受损 以及想要汪清武腾出位置 一个个翻脸不认人 不但没有元首刚刚受过重创的汪清武 反而逼迫他向蔡轻轻低头 以及嫁给沈长风来平逝 这让他很失望 很无助 豪门无情 不过如此 汪清武 别不吭声 别装死 看到汪清武没有反应 风韵妇人一拍桌子吼道 你今天必须给我满意答复 你不答应嫁给沈长风 我就让大家按住你的手签字结婚 然后再把你五花大榜送给沈长风 你也别想着这里是你地盘 你能够自己做主 你汪清武的主力 这些天对战已经伤筋动骨 老爷子派给你的三枪 六刀 九鹰等好手全都受到重创 而我们这次来下国 除了面前几十号族人外 还有五百名元老会好手 狼叔 黑沙 七沙也都跟我们来了 你没有机会忤逆和对抗我们 你也不要想着找老爷子撑腰 老爷子吐血住院 没三五天出不了病房 风韵妇人恨铁不成钢喝道 所以说起你一切 没有意义的小心思吧 十几个老古董坐着身子 卷起袖子 摆出要绑人的态势 砰 就在这时 门口一声巨响 几个汪家护卫跌飞了进来 一个淡漠却极度不和谐的声音 响出了全场 你们这样欺负清武 有没有问过我叶凡 汪清武猛地扭头 看到叶凡 瞬间泪如雨下 第二千五百七十八张 我的女人 汪清武失言了 面对磨难和凶险 她没有波澜 面对母亲她们逼宫 她没有软弱 但此刻看到叶凡出现 心头的委屈 就压抑不住倾泻了出来 她再怎么坚强 再怎么强势 也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相较于自己拼死拼活 铸造出来的盔甲 她内心深处 更渴望一个避风港 现在叶凡出现 尽管知道这个男人 不属于自己 但听到他给自己撑腰 汪清武还是娇躯颤抖 看到叶凡和郑骏清 这两个不速之客出现 整个会议室的汪氏族人 全都抬起头 汪氏族人的目光 都习惯性带着一股子 居高临下的审视 几个对叶凡不熟悉的 汪氏族人 更是一脸不屑或冷笑 觉得这小子脑子进水 来挑衅汪家 唯有风韵妇人 等几个劳古董脸色 微微一变 郑骏清 刚才的话是你说的 你一个家族气子 有什么资格说那话 你 还以为自己 是当初的郑骏清了 你知不知道 今是今日的你 进汪氏大门都没资格 就是 你郑骏清都自身难保了 还牛哄哄冒出来 庇护汪清武 郑乾坤给你的勇气 告诉你 你已经上了蔡清清 和天下商会的黑名单 等住死无葬身之地吧 来人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什么玩意 几个汪氏族人 站起来 对住郑骏清 气势汹汹叫嚣 郑骏清 似乎早习惯这种 胡落平洋 被犬气的局面 他无视于汪氏族人 对自己的鄙夷 怂怂肩膀 对众人开口 这话当然不是我说的 他很是坦诚 除了我确实没有实力 庇护汪清武之外 还有就是我没资格 庇护汪清武 一个汪氏子侄 喝出一声 不是你在猖狂 那是谁 叶凡缓步向汪清武走去 当然是我 几名汪氏族人 下意识要阻拦 却被叶凡 一手推翻出去 汪氏子侄脸色一沉 你是谁 他是赤子神医 金之灵创始人 叶堂门主之子 武蒙少主 还是华一门幕后老板 不等叶凡出声回应 坐在主位上的 风韵夫人淡莫出声 他比郑俊卿有资格 叫嚣多了 听到风韵夫人 点出叶凡身份 原本就认识的汪氏 老古董脸色更难看 几个不熟悉 叶凡的汪氏族人 也收起笔意 赤子神医那些不算啥 叶门主之子 以及武蒙少主 两重身份 足够让他们忌惮 而且这也让他们 想起汪侨楚 跟叶凡的恩怨 叶凡昂手挺胸上前 坦然迎接着 风韵夫人的敌意目光 夫人说得不错 这些确实都是我的名头 不过 对你们更有意义的身份是 我是一线千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公司 法理上来说 是我叶凡说了算 所以汪清武 是不是交出 下国董事长的位置 你们说了不算 清武说了也不算 我叶凡说了算 叶凡识破天惊 对了 还有一个私人身份 那就是我是汪清武的男人 为了给汪清武一个最大庇护 也为了断掉汪家 以后继续给汪清武找婆家 叶凡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什么 汪清武的男人 风韵妇人惊呆了 汪氏族人惊呆了 郑俊卿也猛了 连汪清武也目瞪口呆 叶凡无视众人的难于置信 走到汪清武身边淡淡开口 也就是说 清武是我叶凡的女人 没有人可以欺负她 也没有人可以强迫她 做不喜欢的事 我更不会允许你们 什么逼宫逼婚 以前我不知道就算了 但现在看到了 我就要警告你们一句 再对清武瞎避避 不管是普通子侄 还是她母亲 甚至汪豹国 我都不会客气 叶凡对著风韵夫人 很是强势 总之 谁让清武不开心 我就让谁不开心 全场一片死寂 谁都没有想到 叶凡会突兀的出现在汪氏集团 也没想到 叶凡会不管不顾 庇护汪清武 更没有想到 叶凡跟着汪清武有个脚 混蛋 死丫头 你跟叶凡鬼混在一起 很快 风韵夫人反应了过来 一派桌子怒吼 怪不得你一直推脱不肯嫁人 怪不得你要带住资源 来下国发展 原来你早跟叶凡这王八蛋 搞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叶凡是害惨汪氏家族的人 你知不知道 你哥汪巧楚 是叶凡母亲害死的人 叶凡和赵明月 是我们仇人 哪怕不能报复 但你也该知道 两家是死仇 结果你不只想着 给你哥讨回公道 或者远离叶凡这个混蛋 你还跟他撕混在一起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吗 对得起风雨飘摇的汪氏家族吗 而且五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叶凡是宋红颜的男人 他们还已经订婚了 你做叶凡他的女人 就是不要脸的小三 就是人人唾弃的贱人 风雨妇人很是暴怒 你简直丢尽老爷子的脸 丢尽汪氏家族的颜面了 一群汪氏老古董 也都纷纷附和 汪清武是不要脸的人 还喊着他没资格 做汪氏继承人 还有你叶凡 风雨妇人又望向叶凡 瑟丽那人喝出一声 我不管你跟汪清武什么关系 也不管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总之汪家不欢迎你 别给我纠缠汪清武 更不要介入汪氏家族多管闲事 虽然你有叶门主他们庇护 我们动不了你 但你如果铁心 要来汪家兴风作浪 破裂汪氏和挑唆我们母女感情 我保证跟你拼命 汪家虽然不够强大 但依然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风雨妇人柳梅倒数 滚吧 别丢了你爹和九千岁的面子 够了 没等叶凡站出来说话 汪清武挺直了身子 对住众人喝出一声 第一 大哥汪巧楚一世 是他最有阴格 他不仅让叶凡命选一线 还让唐平凡他们横死 就连汪氏家族的中流 抵住汪三丰也死在黄泥江 你们怜悯和同情汪巧楚可以 但替他辩驳和仇视叶凡 那就相当可笑 汪巧楚是施暴者 叶凡是受害者 害人不成自杀谢罪 你们哪来的资格仇恨 汪巧楚虽然是汪家人 也是我大哥 但他被定在耻辱柱上 是毫无质疑的事 而且汪家只要有我一天 汪巧楚就翻不了案 你们也别想混淆是非 还需要提醒你 汪巧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唐门和叶唐他们没有趁机 把汪氏家族毁灭 靠的不是汪氏家族的底蕴 而是爷爷的主动认错和让出利益 不然十个汪氏家族 都在黄泥江一案中分崩离析 爷爷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才换来汪家的存活 你们却还想着给汪巧楚翻案 你们这是嫌汪家死得不够快 你们信不信 一旦汪家给汪氏家族召魂 让他入葬汪氏祠堂 汪家马上成为众矢之之地 所以你们在仇恨叶凡 给汪巧楚洗白之前 先掂量掂量自己脑袋 够不够分量 你们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汪氏武很直接地 对母亲他们发出警告 让他们不要想着 混淆是非葬送汪氏家族 汪氏族人感觉到 一股窒息感之鱼 也不知不觉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清楚 汪氏武这一番话不是恐吓 一旦让赵明月他们 嗅到汪氏家族给汪巧楚招魂 怕是麻烦不断 第二 十分钟前 你们说 现在的权贵二代 风流一点 贪玩一点很正常 只要懂得回家就行了 汪氏武没有停歇 继续看住风韵妇人出生 你们无所谓 沈长风多么醉生梦死 也无所谓 他有多少个女人 怎么现在又介意 我成为叶凡的女人了 成为沈长风的女人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做叶凡的女人 我他们的就成了不要脸 你们要不要这么双标 我今天也把话调在这里了 我不会嫁给什么沈长风 我也不会从汪氏家族嫁出去 我这辈子就做叶凡的情人 就做他的小三 汪氢武站起来 挽住了叶凡的手臂 我愿意扶低 我愿意做小 你们无权管我 叶凡也握住了女人冰冷的手 给予温暖 死丫头 现在是你不要脸就行的吗 风韵妇人也站起来喝道 不嫁给沈长风 蔡清清的事情 你怎么评 蔡清清 别说是了 就是人 我也评了 叶凡搂着汪氢武淡淡一笑 郑少 上人头 郑俊清一挥手 一个盒子很快就端了上来 啪的一声打开 蔡清清赫然入目 啊 汪氏族人瞬间一片惊呼 第二千五百七十九章 凭什么 蔡清清死不明目 风韵妇人他们也全都目瞪口呆 从头到脚无比冰冷 堂堂武城武门会长 天下商会的骨干 昨天还派杀手对付汪清武和郑俊清 汪氏子弟还被打得损失惨重 逼得风韵妇人他们不得不飞过来平视 蔡清清此刻可谓兵强马壮气势如虹 怎么一个晚上过去就被人杀了呢 而且还被砍下了头 汪氏族人他们精神恍惚看住叶凡 似乎根本无法接受这血淋淋的事实 连汪清武也是一阵 盯着盒子神情复杂 这个复杂倒不是惊讶叶凡的手段 而是叶凡那一份为了他的心思 风韵妇人缓冲过后口前舌躁问道 这真是蔡清清 当然是蔡清清 叶凡背负双手缓缓靠前 几个来不及躲避的汪氏族人 被他一脚踹开 蔡清清对你们来说重如泰山 但对我来说却轻于红毛 我昨天从郑少口中知道 蔡清清欺负我家清武 还敢对她发起下三滥的袭击 我当时就怒了 于是我带着郑少连夜赶到武城 然后直接把蔡清清砍了 不 准确地说 是整个蔡氏府邸被我血洗了 连鱼缸里的吃人鱼也被我捏死了 蔡清清对我来说 就是我诸多对手中的一个小角色 她的死活对我来说没多少意义 我也没必要骗你们 再说了 我欺骗谁也不会欺骗我家清武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们可以问问郑少 或者再等上半天 一定有蔡清清横死的消息 等郑俊清和屠龙殿的人安排妥当后 叶凡也会让蔡府被血洗的消息传出去 听到叶凡的话 汪清武脸色发烫还微微低头 但内心却有一股难于言语的喜悦 难道这就是冲灌一怒的感动 郑俊清也一笑附和 我可以证明蔡府完蛋了 蔡清清的脑袋 还是我亲手砍的你们闯祸 你们闯大祸了 短暂的沉寂之后 风韵妇人一拍桌子吼道 你们杀了蔡清清 血洗了蔡氏府邸 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了吗 蔡清清是那么好杀 蔡府是那么好血洗的吗 杀人容易 但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 蔡清清不只是蔡氏家主 还是五门会长 天下商会骨干天下商会 先不说了 就说五城五门 那可是蔡清清的窝啊 八千五门子弟 其中近半是蔡清清死中 他们如果知道你们杀了蔡清清 绝对跟你们拼命 随便来个三千五门高手 就能把你们把汪清武 把汪氏集团全部杀死 我估计 现在五城五门已经在追查杀人凶手 一旦锁定 你们势必雷霆击杀 叶凡 你还真是不知分寸 不知进退 你这是要害死清武 害死我们啊 风韵妇人还对汪清武喝道 死丫头 这就是你的男人 害人害己啊身边 几十个老古董 也都纷纷喊叫叶凡连来接放 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承受 五城五门怒火 害人害己 汪清武收敛住小女人情绪 站出来对风韵妇人她们冷笑出声 你们会不会不要脸了一点 叶少这是帮了我们大忙 反而被你们说成害人害己 汪家人的膝盖什么时候这么软了 蔡清清昨天对我和汪世子之下死守 现在死了不应该感觉到高兴吗 难道蔡清清可以不择手段要我性命 我或叶凡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杀吗 那下次敌人来杀我们 我们直接拿脑袋送过去好了 我们都跟蔡清清是死仇了 他死了 我们该开心少了一个劲敌 至于五城五门的反弹或报复 那就是下一轮该面对的事情了 我们出来打拼天下的人 不能忌惮后果就一忍再忍 更不能担心敌人报复就畏手畏脚 否则不仅会让我们变得懦弱 还意味着我们不能抵抗 不然 顽强抵抗不小心打死敌人 岂不是让敌人更加暴怒 那这样的话 你们怎么对死去的汪世子之交代 汪清武转身面对着叶凡 叶少 我跟你并肩作战 一起面对五城五盟 死丫头 五城五盟是下国五盟最强的分会 还有八千子弟 风韵妇人怒急而笑 你跟叶凡一起面对 一起做亡命鸳鸯吧 汪清武声音席卷全场 就是跟叶少在一起 就是亡命鸳鸯 我也甘之如意 你要死就死 千万不要拖累我们 风韵妇人脸色一寒 你年少无知 不知道五城五盟的厉害 五城五盟很厉害吗 叶凡望着风韵妇人 他们问道 我这个五城新会长怎么不觉得 说话之间 叶凡从怀里掏出一块崭新的令牌 都在桌上 正是五城五盟会长的令牌 啊 汪世族人见状又是一片哗然 难于置信望向长桌上的令牌 他们一个个震惊不已 似乎没有想到 叶凡拿到了五城会长令牌 风韵妇人也打了一个机灵 你怎么有会长令牌 难道是你从蔡清清身上拿的 没等叶凡出声回应 郑俊清清一清嗓子 手指点住会长令牌喝道 睁大你们眼睛好好看一看 这令牌上面写着叶 而不是蔡 还有 这是新令牌 新鲜热辣刚出炉的 特意为叶绍铸造的 蔡清清的令牌 已经被我丢入火里面烧了 还被五城五盟铸销了全线 提出了名册 郑俊清扫视着全场 五城五盟换人的消息 估计也快传出来了 你们等半天就知道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风韵妇人目光锐利盯着叶凡 叶凡怎能成为五城会长 凭什么 凭什么 郑俊清不置可否冷笑一声 昨晚 援助蔡清清的五百五盟子弟 被叶少的人杀了一个全军覆没 五盟左使更是被炸的连尸骨都无存了 今天早上 叶少单枪匹马闯入五城五盟分会 重创八大叫头 挫败六大天骄 秒伤四大护法 一招败右使 横推了整个五城五盟 卓一一俯首称臣 五盟子弟下跪效忠 方得一战终结 叶少一人一刀 敌一城五盟 郑俊清手指一点众人吼道 你说 凭什么 全场彻底一片死寂 风韵妇人他们眼皮跳盯着叶凡 蔡清清和蔡氏府邸被血洗 已经让他们吃惊 但没有想到 叶凡还把五城五盟都打穿了 这种过人手段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 在风韵妇人他们的想法中 杀了蔡清清后 叶凡应该抽掉资源严防死守 准备迎接五城五盟的残酷报复 等熬过了五城五盟报复蔡清清的滔天怒意后 再聚集力量反击给敌人重创 赢取和谈的机会 这也是汪氏家族昔日传统的做法 凭击住抵御慢慢耗损对方 谁知 叶凡不但没有严防死守 还主动出击五城五盟 一举打穿卓一一等精锐 还把五盟收归麾下 这让他们心里不断呐喊 太猛了 太猛了 在众人一片安静的时候 叶凡拉着汪清武的手上前 蔡清清已经死了 五盟威胁也没有了 天下商会也会遭受屠龙殿压制 也就是 清武不需要再嫁给沈长风 来换取汪家和平根利益了 而且你们不要再对清武心怀鬼胎 有空没空就想着驱赶他 羞辱他 他可以忍受 我却不会让我的女人受委屈 叶凡站在风韵妇人的面前 语调一遍带住说不出的阴亡 今天的事 我就当作见面礼 下次 谁再喊着要驱赶清武 要逼他嫁人 我就先弄死他 别说叶凡心狠 我的女人 我只会不管不顾庇护 绝对不会跟你们一样 无情无义 对自己人捅刀子 另外 汪巧处一事 你们最好听清武的劝告 不要想着给他洗白和招魂 不然我可以保证郑家 朱家 袁家 唐门和叶唐会联手对汪家发难 汪巧处的案子 只是告一段落 但不代表彻底平息了 只要我想要 我和红颜这些受害者 就有资格要求重启 一旦重启 汪氏家族又要割一大块肉 叶凡还伸手拿起一个茶壶 给风韵妇人倒了一杯茶水 妇人 敬酒 要吃啊 第2580章回不去了 听到这一番威胁的话 风韵妇人脸上挂不住了 她一拍桌子 怒目凝视叶凡 官威十足呵斥 叶凡虽然你很厉害 也给我们带来很大冲击 但不代表你为你独尊 还有 你懂不懂尊重长辈 懂不懂什么叫家教礼仪 你还是叶家子侄 叶门主的儿子 这素质 这涵养 对得起叶家两字吗 对得起叶门主吗 你不要再糟蹋叶家 和叶门主的声誉了 你跟清武也不是一路人 汪巧楚是一个过不去的侃 而且 这里是汪家 轮不到你来撒野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 狼叔 黑沙 七沙 把叶凡给我丢出去 风韵妇人这一个强势 换来不少汪氏族人附和 群情汹涌 来人 来人 把叶凡丢出去 只是门口并没有汪氏护卫冲进来 风韵妇人倚仗的三大高手 也不见影子 这让风韵妇人脸色微微一变 接着提高声音喝道 黑沙 七沙 狼叔 把叶凡丢出去 还是没有回应 汪夫人 你说的黑沙 七沙和狼叔 是不是他们 叶凡对住门口 打了一个响指 阿塔谷 随着啪的一声 阿塔谷大不留心地走入了进来 他的双手提住两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肩膀上也夹着一个 三人全都头破血流 全身软绵绵的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俨然受到了重创 正是黑沙 七沙和狼叔 风韵妇人和汪氏族人 见状瞬间全身僵直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从龙都带来的三大高手 被叶凡的人打成了死狗 黑沙他们可都是元老 会培养多年的好手啊 怎么连声音都没发出 就被打倒了呢 夫人 夫人 重大情报 重大情报 这时 一个汪家子侄 从外面速度极快地冲入进来 额头全是汗水 满是震惊 蔡清清昨晚被人砍杀 蔡氏府邸五百多人被人血洗 九大供奉全部战死 武盟昨时统帅五百援兵 也在半路遭受袭击 全军覆没 武城武盟十分钟前宣告一主 卓依依和八大教头他们向心主效忠 一个个讯息像闪电一样批众众人 尽管汪氏族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被证实的消息还是在让他们震撼 最后一丝叶凡吹牛的侥幸都没有了 叶凡完全碾压了他们的骄傲 叶凡拉住了汪清武的小手 踹翻几个汪氏族人走向门口 清武 消息已经得到证实 你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走 陪我去吃早餐 昨晚杀到现在 连一口茶都没喝上 而且你也要好好歇一歇 走到门口 叶凡还扭头望向了风韵富人 玩味开口 富人 下国环境不错 我建议你常住 而且你是清武的母亲 母女居少离多 容易生出隔阂 说完之后 他就带着汪清武离开了 混账东西 威胁我 这是威胁我 风韵富人文言很是生气 把桌子拍得砰砰作响 他想要下令把叶凡抓回来痛打一顿 但看到地上的狼叔和七杀他们又只好闭嘴 连三大高手都被叶凡捶成这样 他再去挑衅叶凡也纯粹是自取耻辱 接着 他发现 几十个汪氏族人的目光有些变化 叶凡粗暴蛮横的行径 让汪氏族人很是生气 但一系列的手段 也扭转了他们不屑的心理 特别是叶凡杀了蔡清清掌控了武盟 这意味着汪氏集团将会迎来快速发展 汪氏族人开始有了拥护和讨好汪清武的念头 至少年轻一点的族人已经一扫钢材愤怒 感慨着叶凡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手段 这让风韵富人嗅到了一抹危险 马上离开夏国 回龙都请老爷子主持大局 风韵富人迅速做出了决定 随后带着几十号族人离开公司 他要马上回去龙都 不给这批老古董投靠汪清武的机会 一个小时后 风韵富人带着几十号人来到了武城机场 他正要通过安检做专机回去 只是机场人员很清楚地告诉他 夫人 不好意思 你们的护照全部失效了 你们专机也被人通告藏有炸雷 没有仔细检查之前不能升空离开 你们还牵扯到夏国几宗重大经济案件 在没有获得官方的批准下 你们不得离境 你们的手机号码也全部被注销了 机场人员提醒风韵富人他们一声 还请你们返回原地等待消息 无法离境 风韵富人和汪氏族人脸色巨变 完全不相信这一个变故 只是他们很快发现手机无法通讯 护照也显示涉及案件无限期失效 他们借来别人的手机到处打听 结果全都证实他们被夏国官方拉入危险人物名单 限制通讯 限制离境 甚至限制离开武城 而且他们在夏国的账户也全都被冻结了 几十号人 无法通讯 无法上网 还没有钱 这等于黑户 寸步难行 混蛋 风韵富人怒骂一声 寻思怕是叶凡搞鬼 只是此刻没有办法 他只能带着汪氏族人返回汪氏集团找汪清武 带来到汪氏集团 他们发现不止汪清武吃早餐还没回来 汪氏大门也不给他们进去 公司保安彬彬有礼却非常强势挡住了汪夫人一伙人 他们告知必须有大股东或汪清武的点头 汪夫人他们才有资格进去公司 不然他们胡乱放闲杂人等进去 整个保安部都要炒犹豫 这气得汪夫人要吐血 他借来手机打给汪清武 汪清武却关机了 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 郑俊清开着车子来到他们面前 他落下车窗丢给汪夫人一张门禁卡 夫人 夜少说了 汪氏虽大 却没有汪清武的容身之处 同样 下国虽大 也没有夫人的立足之地 你们现在没有身份 没有通讯 没有钱财 还牵扯到案件 别说回龙都了 就是在下国 你们也寸步难行了 不过看在你是汪清武的母亲份上 他还是愿意给你们一个常住的地方 郑俊清一笑 这里 有吃有喝 有电视看 算是夜少一点心意 汪夫人拿着门禁卡喝道 这是什么地方 菜市府邸 郑俊清笑了笑 对了 里面的血还没洗前进 辛苦夫人 你们好好收拾了 说完之后 他就一脚踩下油门跑了 菜市府邸 汪夫人尖叫一声 你们这些混蛋 我弄死你们 我弄死你们 郑俊清无视他的吼叫 头也不回地离开 汪氏保全也迅速关闭了公司缸门 还牵来两只大狼狗放在门口 夫人 怎么办 怎么办 是啊 我们联络不上龙都 我们又成了黑户 手里又没钱 饭都吃不了 这叶凡 在下国的能耐也太大了 官方都有关系 简直黑白通吃啊 来时还好好的 现在回不去了 我们去求王小姐吧 跟他认个错 再表态支持他 他应该会放过我们的 没错 现在只能妥协了 不然不用一天 我们就要流落街头捡垃圾了 汪氏族人一扫会议室的威风 沮丧住脸劝告住汪夫人 要我像死丫头低头 没这么容易 汪夫人脸色如霜 钻入唯一的一辆中巴车 我就不信 叶凡能困住我 走 上车 我们去沈家找沈长风 第2581章英雄难过美人观 在五城五盟旗下的白云茶楼 叶凡抓着两个大包子大口啃着 他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怎么吃东西 所以食物一上来就狼吞虎咽 叶绍 你慢一点 来 喝点水 看到叶凡这样鸡肠鹿鹿的样子 汪氢武一边给叶凡倒着茶水 一边声音轻柔劝告住叶凡 同时他心里涌现着一股感动 叶凡这样饥饿 完全是奔赴千里营救他 如不是为了他 叶凡怎么会挨饿呢 叶凡嘟囔着回应 等我吃完两个包子再喝茶 汪氢武奄然一笑 把倒好的茶水推到叶凡面前 行 你慢慢吃 慢慢喝 今天时间有的是他 敏入一口热茶 吃完喝完 咱们再去民政局领政 噗 叶凡嘴里的包子差点喷了出来 好不容易咽下之后望着汪氢武 啊 民政局 领政 他眼皮直跳 汪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汪氢武目光幽怨了起来 像是看负新郎一样看住叶凡 你抱了我 搂了我 还公开说我是你的女人 替我解决了汪氏内部的麻烦 现在整个汪氏家族都知道咱们有一腿了 搞不好现在已经传到五大家和三大吉时的耳朵了 下国民政局明天不上班 但今天会工作到下午六点 所以咱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领政 你放心 下国的结婚证书跟神州不相通的 一点都不妨碍你去送总哦 我就是给咱们两个的关系盖个章 毕竟 伏地做小也是需要一点名分的 汪氢武的笑容很是娇媚 怎样 反悔了 占完便宜要跑了 叶凡差一点就腔到了 赶紧端过茶水喝入一大口 随后他神情尴尬地回应 汪小姐 汪清武扬起小嘴 叫我清武 叶凡头皮发麻 突然感觉肚子不饿了 倒是干颤了起来 清武 对不起 对不起 汪氏集团的时候 我就是开玩笑 就是做挡箭牌 我看不得 你被你母亲他们逼宫 也看不得他们这样作戒你 想要一劳永逸把你从漩涡中捞出来 所以我才站出来说 是你男人应付汪氏劳古董 叶凡看主好像在生气的女人解释 我真不是想要占你便宜的 那我怎么办 汪清武散去了女强人的强势 眼眸闪烁着一丝泪花 被你抱了搂了占够了便宜 还被大家认定是你的女人 以后别说嫁人了 就是日常生活都会被指指点点 打上叶凡女人的标签 如果不领证 不仅汪氏族人会嘲笑我 其他人也会觉得我水性洋花 倒贴无所谓 但总归需要一点名 他看住叶凡轻声一句 就算只是下国的结婚证书 也无所谓 清武 清武 你别哭 别哭 叶凡虽然杀敌毫不手软 但对于男女之事 还是非常欠缺火候 他口前舌躁开口 真的对不起 我当时就想着平时 没想到后面的东西 不过现在一想 确实有点冲动和鲁莽了 这样一宣告 固然给了你支持和庇护 让汪氏族人不敢再逼宫你 但也确实让你的明洁和清白 受到了污损 一旦被人肆意拿出来张扬 会让你未来很难找到男朋友 这事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不过咱们真的无法领证啊 就算下国的结婚证书也不行了 除了咱们只是朋友 没有男女感情之外 还有就是我已经有了红颜 我和红颜那么相爱 就算下国的结婚证 对她也会是一根刺啊 这样 我让你妈和汪氏族人的嘴巴闭上 再让公司高层不要嚼舌头 听到我宣告你是我女人的看客 就会议是那一批人 他们闭嘴了 不对外流传了 就没有外人知道我假扮过你男人 也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了 真不小心传了出去 我也会不择手段消除一切负面影响 叶凡很是认真 总之我可以向轻吴你保证 绝不让今天这事给你带去困扰和损失 汪轻吴脸上没有高兴 依然带着一丝忧伤开口 你让汪氏族人闭嘴 岂不提醒他们 我是你女人一事 是你信口开河 这样一来 他们死掉的逼宫心思 一定会重新燃起 我妈也一定会逼迫我 嫁给沈长风之类 她还低着脑袋 而且你还搂了我抱了我 汪轻吴突然坐着了身子 一把握住叶凡的手 眼神带着几分迷离 叶凡 我喜欢上你了 当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你吸引了 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不畏强权 不卑不亢 还一直庇护我 冲击着我的心灵 后来的几次打交道 你次次都给我帮助 汪乔楚一世 你也愿意相信我和汪家的无辜 今天 你更是让我前所未有的感动 当我孤零零被我母亲和汪氏族人欺负时 你像是白马骑士一样出现庇护我 你 知道吗 在会议室我扭头看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发誓 我这辈子就认定你这个男人了 哪怕你跟宋总无法分开 哪怕你跟我无法领证 我也不会对你这个男人放手 你放心 我不会逼宫的 也不会破坏你和宋总感情的 我只会等 只会守护 甚至我可以不要名分 连下国结婚证都不要 只要你不离开我 只要你心里有我一丝位置就行 叶少 让我做你的女人吧 说完之后 汪清武就用尽全力抱住了叶凡 恨不得把自己融入叶凡的怀里 相风入怀 温润滑腻 让人心荡神窑 但叶凡很快打了一个机灵 清武 万万不可 你在我心里 就是一个林家妹妹 我愿意照顾你 庇护你 但从来没有男女遐想 还有 叶凡就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小医生 何德何能让清武妹妹你厚爱青睐 而且我已经有红颜 我也非常爱她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的心里 也不可能有你位置 哪怕一丝也不行 那会对不起红颜 希望清武妹妹能够明白我一片心思 这不仅会伤害你我关系 红颜感情 还会给清武妹妹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叶凡看住汪清武很是坦诚 清武妹妹三思 你连一点点感情都不愿给我吗 你就这么狠心看住我这朵花枯萎吗 汪清武欺然出生 只要一点点啊 叶凡看住梨花带雨的汪清武毫不犹豫摇头 清武妹妹 对不起 叶凡无能为力 欠你的人情 我可以还 带给你的麻烦 我也可以帮忙解决 叶凡抓起两个包子准备走人 但感情 给不了 就此别过吧 哈哈 叶凡话音落下 汪清武收住了泪水 还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接着他靠回了座椅上 收回了脸上的泪水 一秒 他散去了悲天闽人的娇柔态势 恢复了那一份清冷 怎样 我演戏还可以吧 神态 台词 情绪都一流吧 汪清武望着叶凡娇笑了起来 是不是把你吓懵了 叶凡微微一愣 你刚才在演戏 没错 汪清武从手袋掏出了手机 对住叶凡轻轻一扬 手机一直保持着视讯通话状态 在叶凡一正的时候 汪清武对住手机大笑一声 红颜姐姐 怎么样 满意不满意叶少表现啊 姐姐你还真是厉害 把叶少管得这么死心塌地 我威逼利诱 还使出了十二分感情 他都没有动心 汪清武看住叶凡一笑 你对他在下国完全可以放心了 宋红颜笑容如花 非常满意 啊 叶凡大吃一惊 你们这是在考验我 不然呢 汪清武风情万种地白了叶凡一眼 真把我汪清武想成福低做小的人了 我怎么说也是汪氏未来继承人 我多少还是有骨气有底线的 再说了 我跟红颜姐姐是好闺蜜好姊妹 我怎么可能挖她的墙角啊 她玩味一笑 叶少 你今天不仅占我便宜 还误会了我 是不是要好好弥补 没错 老公 是我让清武捉弄你的 宋红颜也笑着对叶凡开口 我想看看英雄能不能够美人观 你们两个太坏了 叶凡很是委屈 有你们这样考验干部的吗 有你们这样给干部挖坑的吗 他对住手机一抓 汪清武忙把拿着手机的手一开 叶凡手指来不及收回 汪清武瞬间骄横一声 第2582章他相遇故人 15分钟后 叶凡和汪清武脸色发烫 从茶楼走出来 两人没有在纠缠考验的事情 也没有在谈起厢房中的打闹 叶凡把兽揣入口袋藏了起来 汪清武也紧一紧身上衣服 缓解着身体带来的异样 随后他轻声问出一句 探子回报 我妈和汪氏族人他们跑去沈家了 估计是想要急助沈七叶的势力 拿到离开下国的通行证 汪清武叹息一声 我就知道 我妈没有那么老实留在菜市府底的 叶凡脸上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一点都不在意汪夫人他们的行径 禁止你妈和汪氏族人离开的指令来自屠龙殿 沈七叶现在完中立代价而沽 不会主动得罪天下商会 也不会去跟屠龙殿叫板 所以看到屠龙殿禁止汪氏族人离开 沈七叶肯定不会给你妈他们援助 沈家不会傻乎乎为了一批没多大利益关系的外人 跟屠龙殿对助干 不 放走汪氏族人 不仅是叫板屠龙殿 也是叫板天下商会 毕竟在铁木精的眼里汪氏家族是蔡清清的死敌啊 叶凡很有自信 所以你就安心等着你妈他们灰溜溜滚去蔡氏府邸吧 屠龙殿 汪氢武大吃一惊 你搭上屠龙殿这根线了 传闻夏昆仑是夏国最厉害的人 没错 夏昆仑英明神武 身手卓绝 具有一人低一成的实力 叶凡咳嗽一声 对了 我是屠龙殿特使 也是夏昆仑的结拜兄弟 这机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 汪清武再度惊讶 你是屠龙殿特使 夏昆仑兄弟 没错 叶凡一边跟汪清武前行 一边给一个解释 当初夏昆仑流落横城斑砖 是我扶持了他一把 他才能王者归来 他这人重情重义 不止跟我结拜 还要把江山分一半给我 我再三推去 拿了他信物 勉强做了特使 所以你和汪氏以后放开手脚干吧 有我有五盟 有屠龙殿 什么人都不用怕 叶凡秀着女人身上涌来的清香 庆幸汪清武的誓爱告白 是送红年捉弄 不然他现在就头痛 怎么处理两人的关系了 原来是这样 汪清武相信了叶凡的话 随后问出一声 其实你何必把我妈他们留下 让他们回去龙都不是更好 这样不仅眼不见为尽 还能少听他们一点唠叨 他苦笑开口 现在把他们扣下来 不但怨气冲天 还会对我们指手画脚 叶凡看得出汪清武对母亲还存有一点怜悯 于是笑着挽住他的手臂轻声开口 下国是你我地盘 你妈和汪氏族人在闹腾 也是一群乌鸦老虎 对我们没有半点伤害 唠叨 指手画脚 咱们就当做一群跳梁小丑表演 相反 如果让他们回去龙都了 他们就能平级资历和底蕴 继续掌握资源 虽然是 千里之外 但他们在龙都能够卡你资金 卡你人手 还能用资源换取子质卖命 捅你刀子 至少 你妈妈和汪氏族人可以回去龙都 用资源把你那个过季的弟弟捧起来 那不仅会拖你在下国打拼的后腿 还会给你继承人位置造成威胁 所以不如把他们扣在下国 既分化了宝皇派的实力 也等于捏住一批人质 让龙都汪氏不敢对你乱下绊子 而且没了你母亲这批有生力量支持 你那个过季的弟弟汪宏图也就难有作为 这能避免有人跟你争夺继承人 也能避免你们母女相残 叶凡把自己的想法和算计全部说了出来 扣押他们看似不笑 但其实是大笑 汪氢五毛子亮了起来 明白了 还是叶少想得周到 行 我都听你的 他很是果断地迈过了母女血缘一关 走 我带你去五门逛一逛 让你跟他们混个脸书 叶凡大手一挥 哪天我不在五城 你又需要援手 可以直接找卓依依 汪氢五毛温柔 好 我听你安排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家燕子啊 就在两人刚走出茶楼 叶凡和汪氢五就听到一记歇斯底里的喊叫 声音说不出的绝望和慌张 叶凡和汪氢五止不住抬头望了过去 正见对面一个繁华商业中心门口 两个老人和几个年轻人被保全丢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们一边疯狂拍着地面 一边喊住燕子 燕子 接着他们挣扎住起身 想要冲入那个写住奥特斯商城的门口 但没等他们冲进去 就被几个保全毫不留情踹飞出来 几个年轻人挥舞拳头想要反击 结果直接被对方打了一顿 叶凡微微皱眉 但没有多管闲事 拉着汪氢五要钻进车里 叶凡 叶凡 就在这时 倒地的两个老人刚好看到了叶凡 他们打了一个机灵 然后尖叫住冲过来确认叶凡面目 很快 他们看清叶凡的五官 激动不一喊着 叶凡 叶凡 真是你 太好了 太好了 叶凡也看清了两个老人的面目 十一片刻挤出一句 伯父 伯母 试试你们 两个老人 不是别人 正是叶五九的哥哥和嫂子 叶凡在中海的大伯和伯母 中海一别 很久没有再见面 没想到会在下国五成遇见 接着 叶凡又望向跑过来的几个年轻人 叶浩 你们怎么会在下国 叶凡 叶凡 真是你 太好了 有你在 燕子有救了 燕子有救了 确认眼前光鲜无比 挽着大美女的小子是叶凡 大伯和伯母他们既欣喜又尴尬 叶凡呼出一口气 没错 是我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虽然大伯一家 曾经对叶凡母子无情无义 甚至到现在 都还站住叶五九那一份组屋 但看在父亲的份上 叶凡还是习惯问一句 叶凡 以前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对不起你 大伯和伯母不是人 不该那样欺负你爹 更不该对你们母子落井下石 大伯用尴尬和嘶哑的声音喊着 我们一家不是东西 说完之后 他还啪啪啪给了自己四个耳光 伯母也是抹着眼泪打了自己几个巴掌 叶浩也低着头出声 樊哥 对不起 以前我们一家 大伯 伯母 叶浩 过去的事情别说了 叶凡没有在意他们这种自我惩罚 很直接打断他们的话头 直接说吧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伯惭愧地低下头 叶凡 我们 伯母则像是溺水中抓住浮沫 急切地拉住叶凡的手抽气出寒道 叶凡你妹妹燕子 她失踪了 不 她是被人抓走了 被人抓走了 你一定要想法子救救他啊 第二千五百八十三章 这是我管了 叶凡很快了解到事情经过 叶凡发迹之后 顺带着叶五九和沈碧琴也享福了 大伯叶大贵一家 在中海日子则变得非常艰难 虽然叶凡和没有让人为难大伯一家 但中海人脉知道叶凡悲惨过去后 都把大伯一家人拉进黑名单 扩大的千万人口中海 大伯一家应声被孤立了 先是大伯的公务员试图中断 还被追责昔日收取的贿赂 在里面关了三个月 叶燕的贫困大学生补助也停了 还被公布是伪贫困户 直接被大学开除了 叶号更是受到了四海商会和五盟的全面封杀 别说去菜市场收保护费了 连做扒手都被驱赶 在街头跟人抢废品争执 打掉对方一颗牙齿 结果赔了十八万 大伯一家掏出积蓄平息事情后 要拆迁的老房子也不拆了 理由是开发商要保留叶凡童年的气息 紧接住大伯一家的银行贷款也卡住了 他们给叶号和叶燕首付的房子 瞬间失去了后续资金 四处凑钱却无果后 只能眼睁睁看住房子被收回 而且他们还要支付五百多万的违约金 房子没了 还要赔偿卖家五百多万 大伯母差一点就报血管了 勉强缓过气来 大伯一家身家去了九成 在中海实在混不下去 而叶五九和沈碧琴整天吃香喝辣 大伯一家就跑来下国打工 只是他们年纪太大 除了当保全和清洁工外 连流水线工人都当不了 叶号去五城五盟倒是应征成功了 但只是外围的外围 负责给五盟发传单的那一种 唯有叶燕炙手可热 他因为年轻 青春 漂亮 来到下国撒出履历就有不少人搭讪 一个金发鬼佬更是要夜宴去玉野娱乐公司当一人 还开出十万月薪的保底诱惑 不过大伯一家人经受叶凡的打击后 多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金发鬼佬不是无缘无故给十万的 要拿这钱 势必要付出巨大代价 他们一家现在已经承受不住折腾了 于是最终拒绝了金发鬼佬的邀请 决定脚踏实地做事 金发鬼佬不甘心 好几次纠缠 被大伯一家痛揍一顿 才没有再死皮来脸 只是金发鬼佬走的时候威胁 他迟早会把叶燕弄到手的 倒是大伯一家一分钱都没有 这也让大伯一家再度下定决心脚踏实地做人做事 叶燕经过一连串面试 最后被一间国际服装公司选中做前台 月薪一万二 这算是大伯一家人中的高薪了 大伯和大伯母他们很是高兴 就带着叶燕来到奥特斯商城 买几件撑场的衣服 结果叶燕一试就是四十分钟 我感觉到不对劲 敲门喊叫没有回应 大伯母拉着叶凡的衣袖抹着眼泪 我慌了 就推门进去 结果发现叶燕不见了 我打他手机也关机了 查看他手机定位 发现也失去了讯号 我急得不行 就找商城经理要人 伯母很是揪心 结果商城经理告诉我 叶燕试完衣服 买了衣服早就离开了 大伯也接过话题 为此他还拿出叶燕刷卡五千的记录 给我们看 我说我不信 因为我们几个就在大厅等待 虽然奥特斯有不少顾客进进出出 但叶燕出去我们肯定能发现 而且叶燕离开奥特斯商城 肯定会跟我们说的 再有要紧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不打招呼啊 何况下国他人生地不熟 不可能有紧急的事情 于是我要总经理给我们看监控 但总经理却拒绝了我们要求 大伯脸上也是无比的焦虑 说只有警方可以查看 我们要看监控只能叫太原来 伯母很是愤怒地望向奥特斯商城入口 接着他还斥责我们在奥特斯捣乱 影响生意 让十几个保全把我们全部丢了出来 我给警方打了电话 让他们过来查看 但他们一直迟迟没出现 我担心叶燕出事情 就把叶昊叫过来帮忙 叶昊带着几个朋友进去理论 但刚刚进去就被保安驱赶了 我们向周围顾客说明事情 保安就把我们乱棍打了出来 伯母补充一句 我严重怀疑 是金发鬼老联手奥特斯商城绑架了叶燕 叶昊愤愤不平 肯定是那鬼老 他看燕子的眼神就很邪恶 真后悔当时没有打死他 几个留着黄毛的同伴也是一份填膺 喊着直接去找金发鬼老要人 燕子是在商场失踪 你去找那鬼老要人 起码要有证据啊 不然分分钟打你出来 大伯没有跟儿子一样无能叫嚣 只是眼巴巴地看住叶凡出生 叶凡出生 叶凡我们对不起你 给你和你母亲不小伤害 我们愿意受到惩罚 只是希望你能看在你爹份上 帮我们一把 他出生哀求 你妹妹还小 可不能这样失踪的不明不白啊 伯母也连连点头 是啊 叶凡 帮帮我们 叶燕不能就这样毁掉啊 他们都清楚 今天不把女儿找出来 估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叶燕也会生不如死 身为成年人的他们 太知道这社会险恶的一面了 听到大伯一家的讲述 叶凡和汪清武明白了来龙去脉 叶凡脸上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他对大伯一家早就没什么好感 所以对方的遭遇对他没什么共鸣 不过看在叶五九的份上 叶凡多少还是要过问的 毕竟大伯一家已经撞击自己 他现在如果不管 大伯肯定去求叶五九和沈碧晴 到时叶凡还是要出手 母亲的人善心软 叶凡是一清二楚的 叶凡无所谓大伯悲痛 但不会让母亲纠结 在叶凡把目光望向不远处的 奥特斯商城时 汪清武也把搜集的资料告知叶凡道 奥特斯商城背后是神光商盟 是五城外籍商人联盟 会员三千 他们不止会员诸多 还财大气粗 涉及产业都是奢侈品 珠宝 服装 游艇等 十块八块的东西 只要贴上他们的牌子 随便就能卖一万八千 他们在五城能量也不小 靠着敏感的外籍身份 以及抱团对外 在商界乃至上流社会 都没人敢轻易招惹 他们最喜欢干的两件事情 就是看到下国有强大生命力的品牌 不惜代价入股或收购 拿下之后 自己仿造一个 同时把下国品牌血藏 扼杀下国一切有生命力的产品或商家 过去十年 下国很多民族品牌被扼杀 第二件事 喜欢搜集世界各地的美女 进入他们麾下的育业娱乐公司 签下苛刻条件捧红这些艺人后 不仅让他们免费给神光商盟代言 还把他们送到下国各方大佬 人家用金钱开路 他们是美女开路 这是他们无往不利的戾气 也是他们在下国为所欲为的缘故 去年好几个女艺人不堪羞辱 烧炭自杀 全都指控神光商盟 把他们送给不同大佬 肆意践踏 事情闹得很大 还有不少人出来抗议 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从金发鬼佬对夜宴的骚扰 以及御夜公司背景来看 他的失踪 很大概率跟金发鬼佬有关 也就是跟这个奥特斯商城有关 汪清武神情犹豫一句 对了 传闻神光商盟跟沈家 也有很深的关系 沈家 沈七夜 叶凡眼睛瞬间亮起 随后对叶大贵一家偏头 大伯 走 带我去商城 这事 我管了 第2584章全面接管 叶大贵和伯母 马上领着叶凡脚步匆匆前行 叶浩也拿着手机 带着几个黄毛小伙伴跟上去 很快 叶凡就来到奥特斯的服务中心 你们几个相巴了 怎么又过来了 几乎是叶凡和叶大贵 他们刚出现 一个高条女人就踩着高跟鞋 带着人走过来 她身材曼妙 跟水蛇一样 穿着短裙 穿上统袜 很是时尚性感 她的身边不仅跟住几个助理 还有绑大妖元的保全 看到对方出现 叶大贵和伯母都哆嗦了一下 显然已经领教过对方的厉害 但叶大贵还是昂起头几出一句 我们是来找我们家燕子的 不等叶大贵把话说完 长腕女人就粗暴打断叶大贵的话头 什么燕子飞鸟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 你们女儿买了衣服就离开了吗 她刷卡买单的单据 我都给你们看了 你们怎么还来这里 扎扎呼呼 如果你们不相信 你儿子离开了要看监控 你们可以报警 叫警方过来查看 但警方过来之前 你们几个香巴佬 不能待在我们商城 滚出去外边等住 你们几个不要想着 在这里撒泼 不然我柳贝贝会毫不客气收拾你们 长腕女人盛气凌人 对叶大贵一家贺道 滚出去 叶凡漫不惊心 瞥了对方胸口名牌一眼 写着奥特斯总经理柳贝贝 伯母眼皮直跳喊道 柳经理 我们一直在大厅 就没见燕子出来 而且他出来 不可能不跟我们打招呼 没有理由 买完衣服就跑掉的 还有 他也不可能刷卡五千 买衣服的 我们来的时候 就已经商量好了 两套衣服 控制在三千内 燕子现在已经很懂事了 不会跟以前一样 任性花钱 他的电话 现在也打不通 伯母做出一个判断 他一定在商城里面 没等伯母把话说完 柳贝贝就不耐烦打断 你没见你女儿出来 不代表你女儿没出来 这里每天成千上万人出入 你看得了那么多人 你女儿没有知会你们一生 没有给你打电话 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那就是你女儿 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办 不便让你们 这些做家长的知道 她可能去撕会 什么小鲜肉 也可能要去见 什么大老板 还可能想要自己 好好放纵一番 你们就不要黏她 让她透透气吧 再说了 你们女儿是成年人了 不是什么三岁小孩 不会走丢的 你们就回家等几个小时 玩累了 玩腻了 你女儿肯定会回去 走吧 走吧 不要聚集在奥特斯商城 吵闹影响我们生意 柳贝贝板起脸 对叶大贵他们挥手驱赶 奥特斯也不是你仨爷的地方 几个商城的女主管 和女导购 他们也都不耐烦地 让叶大贵一家滚蛋 甚至不少来往的女客人 也觉得叶大贵一家碍眼 出现这里影响了商城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别说没有意义的话了 这时 叶凡制止叶大贵夫妇跟柳贝贝争执 牵着汪清武的小手盯着柳贝贝冷声道 我大伯女儿肯定是在商城失踪的 也肯定和你柳贝贝脱不了关系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把叶燕安然无恙交给我大伯 然后再告诉我背后黑手 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第二个选择 我用自己的法子把叶燕找出来 只不过那时候 背后黑手要死 你也要死 就是奥特斯的靠山也要死倒霉 叶凡脸上流露一丝森冷笑意 目光凌厉扫是柳贝贝一伙人 这让柳贝贝一伙人眼皮跳生出了一丝不自在 但柳贝贝想到自己的身份和背后的靠山 他又恼羞成怒跟叶凡直接面对 才死我和奥特斯 王八蛋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知道奥特斯背后是什么失利吗 知道我们在武城的人脉吗 小子 你真是无知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奥特斯背后是谁吗 猜死我们 给你十辈子都没有机会 我再说一次 那个什么叶燕 早已离开奥特斯了 你们别再给我捣乱 柳贝贝修长手指点住叶凡贺道 有本事 你就透过你自己的法子找出叶燕 叶凡拿出手机发了一条讯息 你失去了唯一活命的机会 奥特斯高管和女导购他们起起一愣 脸上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爱 接着又嗤笑一声 无知小子 漠视柳贝贝和奥特斯背后 那的强大存在 简直是不自量力和荒唐可笑 柳贝贝双手抱在胸前一条下巴喝道 给本小姐滚 她已经见识过叶大家一家底蕴 除了哭天抢地之外 没有一点能耐 这样苦主找来的叶凡 又有什么资本叫嚣自己呢 报警 拉横幅 大门口哭泣 找媒体 还是跳楼引起围观 这些小孩子的不堪把戏 对奥特斯来说幼稚可笑 看到柳贝贝这么嚣张 还一脸蔑视 向来自尊心抱强的夜号 按捺不住吼道 我给你三分钟 快把我妹妹放出来 不然我就和我兄弟 拆了你们奥特斯商城 我告诉你们 我是五盟子弟 我跟会长他们关系很硬 夜号一如既往车虎皮做大旗 我一声令下 八千五盟子弟就能铲平这里 混账东西 柳贝贝一巴掌打在夜号的脸上 翘脸有着浓郁的不屑 一个连几叠都没有的子弟 也冒出来叫嚣 滚 来人 把他们这几个捣乱者打一顿 丢出奥特斯 再把他们全部列入黑名单 不准他们再进入奥特斯商城 如果他们再敢擅自闯入 就给我把他们腿脚全部打断 随着他一声娇喝 十几个魁梧宝拳很快现身 如狼似虎围住了叶凡他们 他们手里全都拿着电棍 一按红色按钮 马上滋滋作响 吓得叶大贵夫妇连连后退 叶号也是捂住脸颊后退 但依然嘴硬 敢打我 等住 我五盟兄弟马上来了 你们等住死吧 这一个吼叫 引得周围众人再度发笑 谁都看得出叶号是瑟利那人 叶凡没有再浪费时间 拿着手机淡淡出声 来人 接管商城 扑斥 听到叶凡喊叫接管商城 柳贝贝和奥特斯高层 和导过他们全都大笑 不少围观的看客 也都掩住小嘴 迟迟失笑 他们觉得 叶凡这装腔做事的态势 太逗了 还接手商城 你一个外地佬 拿什么接管商城 柳贝贝看住 叶凡轻蔑一笑 装无作样 轰 话音还没落下 奥特斯商城主干道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车子轰鸣 接着一连串的加强车灯 倾泻了过来 把奥特斯商城 全部笼罩在灯光中 一百辆白色汉马车 从奥特斯商城东门 轰轰轰开入了进来 一百辆绿色吉普车 直接撞破栏杆 从商城西门 气势如虹冲入 一百辆粗广的木马人 杀气腾腾 闯入了奥特斯商城南门 一百辆黑色路虎 冒着凌厉杀意 钻出一大批身穿白衣的弩手 绿色吉普车车门打开 钻出一大批穿住红衣的剑手 错广木马人打开 钻出一大批端住散弹枪的枪手 黑色路虎车门打开 钻出一大批身穿武服的高手 下一秒 一个个对住叶凡方向单膝下跪 还一口同声运气高喊 五城五盟六大天骄 率三百剑手拜见会长 五城五盟四大护法 率三百枪手拜见会长 五城五盟卓依依 率三百武师拜见会长 第二千五百八十五张 我不是会长 五城五盟 八大教头 六大天骄 四大护法 又是卓依依 见过会长 一连串的讯息像是炸雷一样 不断轰击着柳贝贝和奥特斯高层的头颅 他们难于置信 看住毕恭毕敬的卓依依等人 以及不断涌入商城的五盟子弟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五盟会来这么多人包围奥特斯商城 这让他们下意识把目光望向了叶大柜一架 随后全部盯在中间的叶豪身上 这些人之中 就一个叶豪穿住五盟的外门弟子服饰 刚才也是叶豪喊叫 要叫八千五盟子弟铲平奥特斯商城 这让柳贝贝他们误以为叶豪是个半猪吃虎的大佬 也就是卓依依他们口中的会长 蔡轻轻横死的消息已经传开 新任会长的威风霸道也都在大街小巷流传 只是没有人看过神秘会长 所以不得不让柳贝贝他们猜测叶豪会长 叶大贵夫妇和几个黄毛混混也目瞪口呆看住叶豪 他们一样认为是叶豪叫来的人 震惊这叶豪啥时候这么大能耐了 唯有叶豪自己哆嗦了起来 脸色前所未有的苍白 他知道自己是吹牛的 也知道卓依他们不是拜见自己 这意味着现场有真正的会长在 自己刚才叫嚣跟会长关系硬 一声令下能叫来八千子弟 肯定被会长听到了 这是要彻底完毒了 叶豪扑通一声瘫痪在地哭丧住脸出声 会长不是我 真不是我 叶大贵夫妇也惊慌失措靠近叶凡 没事 不会有人伤害你的 叶豪对叶豪淡淡出声 接着对卓依依他们一抬手 示意他们起来 叶豪还顺势望了人群一眼 阿塔古和刚抵达五城的苗蜂狼也都来了 只是两个大块头好像彼此看不顺眼 两人不仅各靠一辆车子 还拳头攥紧路着右臂 几个小老鼠式的肌肉不断跳跃 眼里更是充满了挑衅和敌意 一副一山不容二虎的态势 火药味非常浓郁 这时 卓依依已经带着八大教头他们 蹬蹬蹬跑到叶凡面前 他毕恭毕敬对叶凡喊道 会长 卓依依率武蒙前来 请指示 啊 听到这一句话 柳辈辈他们更加目瞪口呆 他们没想到 叶凡是神秘会长 更没有想到 叶凡真调人过来接手 奥特斯女高层他们想到自己刚才还在欧朝叶凡装模作样 谁知 叶凡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实打实的有资本 这让他们感觉到脸颊发烫 好几个女导购止不住瑟瑟发抖起来 担心叶凡受性大发把他们那啥了 柳辈辈的呼吸也急促了 有些意外自己走眼了 但想到背后的人 他又聚傲地扬起了翘脸 叶大规一家也张大了嘴巴 没想到叶凡还能做下国的五门会长 这让他们生出浓郁的挫败感 但同时警告自己不能再得罪叶凡和沈碧琴 叶凡没有回应卓依依 只是盯着柳辈辈淡淡开口 给你最后一个交出叶焰的机会 叶凡补充一句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交出叶焰 叶焰早走了 你不要胡乱污蔑 柳辈辈保持着强势回应 我们更不会吃死猫 叶凡没有再跟柳辈辈废话 对卓依依一挥手 封锁整个奥特斯商城 不准经不许 接管商城办公室 监视器和定位叶焰手机 同时审问柳辈辈等相关人员 挖第三尺也要给我把叶焰找出来 叶凡一声令下 胆敢对抗 格杀勿论 卓依依领命 卓依依站了起来 喝出一声 封锁奥特斯商城 不准经不许出话音落下 八大叫头 六大天骄和四大护法齐声回应 明白 随着他们打出手势 一千多名武蒙子弟迅速行动起来 八大叫头率领三百子弟 堵住奥特斯各个出入口 还在门外拉开三十公尺的警戒线 刀枪凌厉 不让人靠近 也不让人离开 六大天骄也各率一百人散了出去 他们训练有素地跃入六个楼层 掌控全局 不许动 不许动 他们迅速控制了各个楼层的顾客和工作人员 然后把他们全部驱赶到一楼大厅 几十个顾客想要离开也被推了回去 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怒气冲冲摆架子 更是被一刀背砸了回来 有人掏出手机想要求救去发现没讯息 同时 四大护法也带人把奥特斯高层和保全等工作人员全部控制住 十几个从来不吃亏的外籍主管健壮勃然大怒 取出热武器想要叫板四大护法他们 结果被四大护法毫不留情用飞刀 飞镖 独针撂翻在地 十几个外籍高阶主管的手脚也被无情地折断 求救的手机也被咔嚓一声踩碎 四大护法干的可不是什么服务业工作 不会唯唯诺诺 洋人敢叫板照样重拳出击 紧接住 卓伊伊带着一百多名武师对奥特斯进行地毯式搜查 查看监控的查看监控 抓人的抓人 审问的审问 搜寻的搜寻 转眼之间 整个奥特斯商城鸡飞狗跳 面目全非 干嘛 干嘛 你们干什么 看到奥特斯商城这个样子 柳贝贝按捺不住冲出来 奥特斯是什么地方 是你们能接管的地方吗 你们知道这样自以为是的接管 会为奥特斯商城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客人惊吓 生育污蔑 品牌受损 十亿都打不住 五门会长怎么了 一个五门会长就能无法无天 就能肆意践踏合法外商权益吗 我告诉你们 奥特斯商城背后是神光商盟 你们这样干 不仅让奥特斯商城损失 还会伤害友邦人士的感情 到时 外籍商人不再投资下国 下国女人嫁不出外国 你这五门会长负得起责任吗 我劝告你们马上滚出这里 然后赔礼道歉 给予 赔偿 刘贝贝对祝叶凡愤怒不已地喊叫起来 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赔礼道歉